她是龙城的冰雪女王 顾雪念 高高在上的顾是总裁 当之无愧的商业帝王 这朵无人敢触碰的高领之花 此刻竟被一名少年搂在怀中 路人纷纷惊呼 那个男的疯了吧 他怎么敢碰顾雪念 可谁料 顾雪念温柔地回应了少年 将他抱在怀中 小风 你终于下山了 少年名叫罗峰 因为吃得太多 被师父赶下了山 让他投靠七位师姐 在车上 他做了一个噩梦 他的父母竟然因为自己弱小无能 就抛弃了自己 这一幕将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恰巧 这个时候 列车广播通知 龙城即将到站 罗峰刚到 正好顾雪念的车队也赶到了 于是就发生了开篇的一幕 接着 顾雪念就带着罗峰 去大酒店饱餐了一顿 罗峰的嘴根本停不下来 每一样都好好吃 顾雪念在一旁宠溺地说 什么都有 让你吃个够 看罗峰吃得太急 顾雪念又亲自给他擦嘴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从来没受到过这种待遇的罗峰 稚嫩的脸庞瞬间红了 他想起跟着师傅 天天吃野菜 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精力 就不禁潸然泪下 果然 他情不自禁地说道 还是七师姐对自己最好了 听到这话 顾雪念眼睛一亮 小峰 那你说 我和你前面六位世界比 谁更好 罗峰没想到自己的一句感叹 竟然迎来的死亡提问 他一下子愣住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他冷汗直冒 强行将吃进嘴里的菜咽了下去 随后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 七位师姐都好的 顾雪念显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捏着他的脸说 你小子就会有嘴滑舌 罗峰连连求饶 哎呦哎呦 七师姐饶命 顾雪念突然想起来 开口询问 你下山的消息 前面六位师姐还不知道吧 罗峰回答 嗯 七师姐这里最近 我就先过来了 师父说让我跟着你们学本事 顾雪念嘀咕道 果然 否则那六个 肯定早就飞过来 把你抢走了 这顿饭吃不吃的尘还难说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动静 这位先生 包厢已经有人了 您不能闯进去 只听另一个人怒骂道 瞎了你的狗眼 这酒店就是我家的 滚开 紧接着 砰的一声 大门被踹开 一个金发男子带着三个小弟 大声嚷嚷着 顾雪念 你对得起我吗 你竟然敢背着我 跟野男人私会 顾雪念对他没有任何好感 李浩然 谁让你进来的 李浩然气坏了 我难道不该来吗 别忘了 你是我的未婚妻 顾雪念双手抱胸 那不过是你爷爷 把我爷爷灌醉了 你他说的醉话 你不会当真了吧 你也不拿出身份证看看 你配不配得上我 罗峰有些好奇 笑咪咪的问道 他是谁 顾雪念笑道 舔狗罢了 小峰吃饱了没 吃饱了我们就离开吧 罗峰吃得差不多了 那一声 就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李浩然将他拦住 站住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染指我的女人 罗峰也不生气 抬起自己的右手 询问李浩然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李浩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 下一秒 罗峰挥拳打在他的脸上 同时告诉了他答案 这是打狗用的拳头 紧紧一拳 李浩然就失去了战斗力 顾雪念说道 小峰 差不多了 给他爷爷一个面子 走吧 跟我回家 爷爷看见你肯定高兴 罗峰也表示 好久没有见到顾爷爷了 我们走 等到两人离开 李浩然带来的手下 这才姗姗来迟 上前把他扶起来 李浩然气得破口大骂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你们都给我滚开 看着两人离去的方向 李浩然咬牙切齿 好你个顾雪念 我看你怎么跟我李家交代 此时的顾家山庄 两人正在对应 顺带着交流近狂 爸 罗峰也是那位大师的徒弟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顾家家主顾老说道 呵呵 我也是三年前才知道 这是无数龙城男人梦寐以求的一幕 冰雪女王翘脸泛红地说道 要不你娶了我吧 可到了罗峰这里 魂都差点被吓没了 吃过饭后 顾雪念带着罗峰回到了家 爷爷 爸 你们看 我把谁接过来了 罗峰也很乖巧地上前打招呼 顾爷爷 好久不见了 您越活越年轻了 顾老拍着罗峰的肩膀 三年不见 你可长高了不少 在这多住几天 陪我说说话下下起 一番寒暄过后 顾雪念将罗峰带到了客房 这是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小峰你看看满意吗 罗峰直接跳上了床 太满意了 七师姐 我都想永远住在这里了 这话说的顾雪念不爱听了 怎么 你还想走 你是不是想去找其他师姐 罗峰呆呆地说道 七师姐总要嫁人吧 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这里啊 顾雪念逼而不打 反问罗峰 小峰 你觉得七师姐我漂亮吗 说这话的时候 顾雪念都不自觉领 罗峰回道 当然漂亮啊 怎么了 听到罗峰这么说 顾雪念继续道 那不如你就娶了我吧 我给你生孩子 怎么样 换做龙城其他的男人 定然是二话不说就答应 可偏偏罗峰这家伙 吓得跳了起来 七师姐 我把你当亲姐姐 你却想睡我 你认真的吗 顾雪念也没想到 罗峰会是这个反应 随即他娇笑道 瞧把你吓得 我就是跟你斗着玩 看看你是不是学坏了 罗峰这才松了口气 那就好 七师姐 你刚刚真的吓死我了 顾雪念笑着起身 行了 你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出门之后 顾雪念感受着自己急促的心跳 脸上闪过一丝落幕 第二天 正好就是龙城庙会了 顾雪念给罗峰当起了向导 这龙城庙会是一年一度的大节日 怎么样 够热闹吧 罗峰确实觉得很热闹 不过他脑子里只有食物 所以开口问道 有好吃的吗 好吃的 那当然有 顾雪念带着罗峰 来到了庙会的美食专区 这一下把罗峰的眼睛都看直了 不远处庙会的高台上 坐着龙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李家赫然也在其中 李浩然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顾雪念 他愤怒地起身开口 顾雪念 这样重要的场合 我从未同意过你们的婚事 李浩然被当场打脸 只能找上自己的父亲李天辰 爸 你可亲耳听到了 我可没有撒谎冤枉顾雪念吧 李天辰也觉得脸上无光 顾老爷子 您如此纵容自己孙女 是不是有事体面了 顾老淡定地回答 孩子们之间发生一点摩擦是正常的 至于他们的婚事 不过是我的罪话而已 不能当真 这下李天辰坐不住了 那我儿子被这小子打了 这事怎么说 顾老闭眼问道 那你想怎么说 李天辰还没开口 李浩然就跳了出来 我要这狗东西 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下跪道歉 顾雪念是我的女人 下一刻 她的一生 李浩然直接被罗峰一巴掌 扇出去好远 谁能想到 龙城的冰雪女王 还会有主动倒贴的一面 可罗峰这个不识趣的家伙 竟然白手拒绝 就在白天 李浩然口出狂言 直接被罗峰一巴掌扇飞 她捂着脸颊不敢相信 自家长辈在这 罗峰还敢出手 罗峰则表示 上次看在七师姐的面子上放过你 今天你还敢嘴臭 顾雪念拦住了罗峰 小峰 行了 别把事情闹大 让人看笑话 随后顾雪念站了出来 我顾雪念再告诉你李家一次 我和李浩然从来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关系 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李浩然还想挣扎一下 却被李天辰呵斥 住嘴 还不嫌丢人吗 李天辰又转身跟顾老说道 是我李家冒犯了 希望别伤了两家的和气 顾老回到 年轻人打得闹闹 没那么严重 虽然顾老并不在意 可是李家的脸也丢得差不多了 李天辰还是带着李浩然回去 等到没有旁人的时候 李浩然问道 爸 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 李天辰当然不会这么算了 我们父子二人受到的侮辱 我会让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还有顾家 加倍奉还 当天夜里 罗峰阳台的玻璃门不知为何开着 他喜好早出来也不介意 开口问道 你从我下山跟到这里 难道不睡觉的吗 不知何时 玻璃门前出现了一道深影 你明明挺在意我的 为什么现在又要说这么冷冰冰的话 罗峰反问 你从哪看出我在意你 银发男回答 在外人看来 你不过是一个仗着由你师姐撑腰 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 只有我知道 你到底是个怎样危险的家伙 你白天那么闹腾 无非就是想确定 我是否在你身边对吧 既然下山了 是否打算将那个男人踩在脚下 罗峰表示 还不急 因为我太弱了 银发男呵呵笑道 弱 少爷 你可真是凡尔赛 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顾雪念的声音传出 小峰 银发男瞬间消失 罗峰尴尬挠头 七师姐 你怎么就这么进来了 顾雪念才不管 直接跳到了罗峰床上 随即面色羞红地说道 小峰 我有事问你 罗峰似乎是感觉到 七师姐的语气不对 第一反应就是 七师姐 你这么直接进来 我要是裤子还没穿好怎么办 而且 罗峰看了一眼床上的顾雪念以后 继续说道 你穿的 也太节省不料了 顾雪念的表情有点不满 你怕什么 后来 他干脆直接贴到罗峰背上 小时候咱们还一起洗过澡呢 你忘记了 这一操作 吓得罗峰连连后退 七师姐 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现在咱们都成年了 得注意点距离 听到林峰这个 顾雪念满不在意 距离 我和你的距离可以无限缩小 甚至 就算是 接下来顾雪念的话实在太煽情 罗峰根本听不进去 外人面前的顾雪念清冷高贵 可在罗峰面前 他直接开车上告诉 罗峰连连摆手 别别别 你又开这种玩笑 真的一点都不好笑 饶了我吧 顾雪念无奈 对于罗峰的反应十分不满意 他傲娇地说道 好好好 我看你就是不喜欢我 不喜欢就不喜欢 但是小峰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背着我 和其他六个师姐 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就让你成为当时太监 这句话下的罗峰一个机灵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小兄弟 放心啦 你们都是我的师姐 我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想法的 见罗峰说得诚恳 顾雪念这才作罢 好吧 我饿了 你陪我出去吃点夜宵吧 我去换衣服 我们门口见 说完 顾雪念就开门出去了 银发男子再度出现 少爷厌妇不浅了 送上门的美味 为何不品尝呢 呵呵 罗峰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少废话 这与你无关 既然你喊我少爷 那你去给我办件事 听到命令 银发男子收起了 玩世不恭的姿态 恭敬行礼 乐意效劳 请少爷吩咐 白天李家推得太爽快了 你去给我查查 这个李家的底细 他们背后 一定还会有动作 几分钟后 一辆奢华的跑车 在公路之上急驰 车内正是顾雪念和罗峰 顾雪念询问 小峰 想吃什么 罗峰笑道 都行 这次是陪师姐吃 听师姐的 同时 罗峰也注意到 身后一直有辆车跟着自己 看来这一趟少不了麻烦了 需要小心一点啊 因为罗峰没有意见 顾雪念就带着他 来到了一家四方菜 准备随便喝点粥 顾雪念显然是这里的常客 一进门就被认了出来 服务生热情的招待 顾小姐 这边请 就在快要进房间的时候 罗峰停住了脚步 他对顾雪念说道 师姐 我去下洗手间 马上回来 来到厕所后 罗峰打开了手机 原来是引发男子来消息了 不负少爷嘱托 李家资料奉上 看完资料以后 罗峰不禁感叹 没想到 李家竟然还有这么大的野心 看完李家的情况 罗峰正准备回去找师姐 可旁边却传来了 非同寻常的对话 刘老板 你就放过我吧 房间之中 一名少女被三个男子围住 他声音颤抖着请求 我只是一个兼职的学生 我不要工资了 这就走行吗 为首的刘老板说道 小棠啊 我也是为了你着想吗 反正你也要嫁人的 不如就跟了我 再也不用辛苦工作了 看着越来越近的刘老板 小棠害怕的大叫 可是你已经有老婆了 我也已经有男朋友了 小棠越是害怕 刘老板就越显得兴奋 你男朋友就一个穷鬼 能和我比吗 别管我老婆 他找不到你的 我会好好对你的 刘老板越说越变态 都已经准备上手了 小棠赶紧说道 饶了我吧 刘老板 求求你了 刘老板没想到 说到这份上了 这小姑娘还是这么不懂事 看来只能来应的 你们两个 找个没人的VAP包房 把她送过去 我好好教教她 两人回到 是 眼前的少女刚入职 就惨遭职场前规则 为了男朋友 他坚持不肯屈服 刘老板也没有 怜香惜玉的意思 直接让手下 把她带到VAP包房 准备霸王硬上弓 这时 罗锋出现了 随之而来的 是他放肆的笑声 似乎看到了 什么有趣的场景 刘老板顿时大惊 迅速转过身来 质问道 是谁 罗锋的笑容 根本止不住 很感谢你们 为我编排了这么一出戏 但是演技实在太差 哈哈哈哈 让我忍不住发笑 既然你们都从外面 一路跟踪到这里来了 也是时候给你们 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了 说吧 林峰揉了揉手腕 摆出了战斗姿态 刘老板强装镇定 嘴硬的反问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罗锋也懒得浪费时间 掏出了手机 是吗 李家静心培育的杀手 集体失忆 放在走近科学 指不定能拍多少集 手机上显示的 赫然是三人 作为李家杀手的资料 知道装不下去吧 三人干脆就不装了 既然如此 也不用多说了 小子 受死吧 罗锋面带微笑 非但不跑 还将房门锁了起来 虽然我很弱 实力方面远远不如七位师姐 但也不是你们这些下三浪 可以挑衅的 随即 面对冲过来的三人 罗锋纵身一跃 从三人头顶跃过 三人大惊 这个家伙 动作怎么会这么快 等到他们再次找到 罗锋位置的时候 罗锋已经安稳落地 来到了他们后方 随即潇洒转身 邪魅一笑 这些人对自己 构不成丝毫威胁 一个杀手 想要趁着罗锋 还没站了 冲过来发动攻击 却被罗锋单手称币 一个飞踢踹了个正着 刘老板大惊 这个家伙 竟然是个硬查 刚刚生出 想要逃跑的想法 可罗锋的动作更快 一只手抓住了 刘老板的脑袋 现在后悔了 会不会有点晚 接着猛的一甩 圆润的刘老板 生平第一次体验 空中飞人 留下一串惨叫 看到刘老板 都被轻易制服了 另外两个杀手慌了 情报有误 这小子在扮猪吃老虎 赶紧撤 罗锋又怎么会 轻易放过他们 一个闪身来到他们身后 别走啊 再陪我玩混 于是 两人很贴心地 配合罗锋 完成了空中飞人 二重奏 罗锋的英勇表现 彻底打动了少女 他激动地上前 同学 你好厉害 谢谢你 说这话的时候 脸颊还有点害羞的泛红 只是罗锋的表现 却十分冷漠 看到罗锋的眼神 少女慌了 不是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看得我好害怕 下一刻 罗锋直接一把 抓住了他的头发 疼痛迫使少女 仰头发出惨叫 随后信手一甩 少女摔倒在一旁 罗锋冷冷地说道 你不会以为 我只有男杀手的资料吧 为了避免浪费时间 罗锋直接将手机中的资料 呈现在少女眼前 李家的人应该在附近接应你吧 赶紧带我过去 不然把你扒光了 丢在马路上 少女赶紧答应 好 好的 少女满心欢喜地 感谢少年 从职场潜规则中拯救了自己 可罗锋反手就给他一顿胖揍 丝毫没有怜香细域的意思 原来罗锋早就得到了少女的资料 他也是李家杀手之一 表现出来的一切 只是为了演戏迷惑罗锋 罗锋直接将到手的资料甩给他看 并表示 如果不带自己去找幕后主使 就把他衣服扒了扔到马路上 此时的地下停车场 李浩然正在和另一位杀手交谈 李公子 你不该跟过来的 万一有什么意外 我们不好和李先生 还有老大交代 李浩然满不在意 怕什么 难不成那个废物 还能打得过你们 他仗着顾家撑腰 三番两次羞辱我 我要亲自过来 好好折磨他 话还没说完 两道身影出现在地下停车场 李浩然一看满心欢喜 他以为是杀手成功 将罗锋带过来了 脸上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来吧来吧 我的大棒已经饥渴难耐了 他刚要上前 却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拦住 等等 李浩然还没反应过来 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相比李浩然的没有脑子 这个杀手表情十分凝重 他看出来的情况不对 罗锋这不像是被压过来的样子 罗锋微笑着说 又见面了 李家的小崽子 你派过来的那些弱鸡 说真的 都不够我热身 看到罗锋在自己面前 肆无忌惮地嘲讽自己的雇主 杀手顿时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你找死 话音落下挥拳就上 罗锋还是那般漫不经心 微微侧身就躲开了这一拳 这对他来说 真是太小儿科了 随即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把小刀 明知故问道 这是不是你们的东西啊 应该是你们的吧 捡到东西 还是还给施主的好 拿去 说完 一刀扎在杀手的胸口 杀手也没想到 罗锋的动作竟然那么快 就顺走了自己的刀 挨了一刀以后 他重心不稳摔倒在地 刚要起身反打 却被罗锋一脚踩住 别动 再动你会死 解决掉了拦路的杀手 罗锋的目光看向了李浩然 吓得李浩然头皮发麻 你干嘛 我警告你 不要过来啊 林峰笑了 警告我 你凭什么警告我 在李浩然眼中 现在的罗锋与魔鬼无异 罗锋可不管他在想什么 揉了揉手腕 小崽子我给你上上课 我知道你很怕 但你先别怕 痛是正常的 来 深呼吸 之后 李浩然的七里惨叫 传遍了整个地下车库 等到罗锋收拾完 回到包厢的时候 顾雪念都已经吃了好一会了 他不满地说道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不会是勾搭上了 什么小妹妹吧 罗锋连连摆手 我哪敢呀 七师姐 就是有点迷路了而已 快吃快吃 我也饿了 罗锋有自己的思量 没有把李家杀手的事情 告诉顾雪念 顾雪念也没有 继续深究的想法 两人度过了一段 愉快的用餐时光 师姐面前乖巧听话的罗锋 在师姐看不到的地方 直接把李家少爷 全身骨头都打错位了 李天成看着自己儿子的惨状 心中大恨 杀手们也无奈 对着李天成说道 李先生 我们都低估他的实力了 他实在是太强了 听到这话 李天成只觉得狗屁不通 他的小屁孩 打得过你们这种 刀口舔血的杀手 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他说的是真的 这是一道魁梧的身影走进来 右眼之上 有着一道长长的疤 杀手们看见来人 第一时间跪下 因为这是他们的老大 李天成依旧不能接受 怎么可能 杀手老大毫不客气地 训斥李天成 亏你曾经也是杀手 竟然用年纪来判断对手 原来李家家主 也曾是杀手出身 在气头上的李天成 现在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我不管 我一定要解决他 自己儿子的惨状 必须要有个交代 然而 当事人毫不知情 第二天上午 顾雪念带着罗锋 来到了龙城医科大学 罗锋好奇 七师姐 你带我来着干嘛 顾雪念的表情 写着一万个不情愿 不过他还是带罗锋来了 还不是为了你二师姐 罗锋一听 顿时开心坏了 什么 原来二师姐也来了 看到了罗锋这表现 顾雪念促进瞬间就上来了 他捏着罗锋的耳朵问道 怎么 你很想见他吗 罗锋赶紧狡辩 没有没有 我就是觉得挺意外的 毕竟二师姐一直很忙 罗锋和布雪念 走进大教室的时候 讲台上还没有人 不少学生已经提前就问了 过了一会 一位老师上台宣布了 一位重量级人物 让我们热烈欢迎 白草堂的秦白鹤大师登场 接着 只见一位虚发皆白的老者 在几位高冷的保镖的护送之下 缓步走上讲台 他刚上讲台就表示 秦某年事已高 但一身中一本事 没有后人传承 于是 为了文化的延续 我做出了一个 违背祖宗的决定 我将自己一身所学写成了一本书 指出受益员 并且收他做我的关门弟子 这本书 名叫中一百病保护 听到这话 下方的学生沸腾了 这可是秦大师的毕生所学 我如果能够学到 一定能够成为中一届态度 一些家世富裕的学生 直接报价百万千万 只要成为秦大师的关门弟子 这些钱根本不算是 秦大师笑着捋了捋胡须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眼前的情况 显然令他十分满意 这个时候 罗峰举手了 秦大师 你这本书怎么像是我写的 而且还是我小时候 被二师姐逼着写的草稿 罗峰这话听傻了所有人 这家伙认真的吗 赫赫有名的白鹤大师 拿出来的毕生所学 成了这家伙小时候的草稿 只有当事人白鹤大师深知 这是他从慕容小小的办公室 偷偷拿出来的一本书 本来是想赚一笔跑路费 怎么有人出来戳穿了 他顿时慌了 为了稳住自己的形象 他大喊 你是谁 跑出来信口赐黄 保安哪 快把他轰出去 我看谁敢 话音落下 慕容小小出现在罗峰身边 挽住了罗峰的手臂 白鹤大师看见是慕容小小 顿时吓得跌坐在地 他怎么来了 心虚的他根本不敢面对慕容小小 台下学生的反应则是截然不同 什么慕容小小本尊到了 女神 我看见女神了 不对 他旁边的是 顾雪念 中间的那个小子到底是谁 罗峰没有理会别人 开心地问道 二师姐 你怎么真的来了 听到这话 慕容小小露出了十分危险的笑容 怎么 小峰不想看见二师姐我 接着 罗峰的耳朵再度遭罪 好小子 下山了也不告诉二师姐 竟然直接偷偷跑来 和七师姐贴贴 怎么 我不够好吗 罗峰连忙求饶 没有呀 二师姐 是因为七师姐这里最近 我就先过来了 不曾想罗峰这句话又得罪了顾雪念 他一把烂过罗峰的手臂 怎么 我就只有距离近这一点优势吗 一左一右 两大女神为了罗峰吵了起来 慕容小小问道 你喜欢我多一点 还是喜欢七师姐多一点 顾雪念表示 我也想知道 小峰 你快回答 只有夹在中间的罗峰左右为难 两位师姐 快点饶了我吧 好在 白鹤大师出来就场了 罗峰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准备偷偷溜走的白鹤大师 师姐们 要不还是先处理这个秦大师吧 慕容小小这才反应过来 对 秦白鹤 你给我站住 虽然模样十分可爱 可慕容小小的语气 无庸置疑的霸气 这百病宝库 是我师弟年幼血来送我的 我一直把它当作宝贝 你竟然敢偷走 此时的秦白鹤在顾步的掩面 仅仅一秒间 就实现了五体投地的动作 慕容大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可慕容小小 怎么会轻易原谅 他对着旁边的一位男子开口 清潭 通知下去 华下个大小医院 不得路用秦白鹤 否则 就是跟我慕容小小作对 轻弹推了推自己的眼睛 随后应下 是 慕容大师 等到慕容小小处理完 再度转身的时候 他傻了 诗弟人呢 顾雪念一脸无语地说 被你吓跑了呗 短短六个字 两人之间的气场 再度碰撞出火花 我提前说好 小峰是一直住在我那里的 谁也不能带走 慕容小小不甘示弱 那得听小峰的 万一他想和我独处 你也管不了 罗峰一口气跑出好远 看见两位师姐没追上来 这才停下喘口气 两位师姐给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偏偏这时候 几个老朋友来到罗峰的身后 老大 就是他 杀手老大捏了捏拳头说道 小子 要怪就怪你锋芒太盛 把李天辰的儿子打成重伤 现在李天辰要见见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不要逼我们动手 罗峰不以为意 还是动个手试试吧 杀手老大冷哼一声 这是你自找的 动手 罗峰瞬间被团团围住 堵住了所有的方向 这是想逃跑 明明那天出手那么狠了 只有罗峰自己心里清楚 师父告诫过 刘德青山在 不愁煤柴烧 面对没有把握的对战 应该逃跑 活着更重要 终于罗峰找到了突破口 身形一闪而逝 给了面前的人一巴掌 这人挨了一巴掌之后 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 让罗峰顺利溜走 究竟为何 慕容小小竟然对罗峰出手 令他昏迷不醒 要知道 原本面对一众杀手的围攻 罗峰本可以轻易逃走 可他却没有逃 因为杀手组织的二把手说道 跑吧 你尽管跑吧 接下来我就去找顾雪年 我看他跑不跑得了 就这一句话 让罗峰停下了脚步 见状 二把手得意起来 怎么 不跑吧 顾家就是你的靠山 如果我们把顾家灭了 你能逃到哪里去 罗峰再也难以遏制 心中的愤怒情绪 转过头冷声说道 有种你把刚刚那句话再说一遍 因为老大在 二把手毫不在意 罗峰的威胁 我说 二把手刚要复述之前的话 只见罗峰化作一只利剑 搜的一下飞了过去 二把手不过说了两个字 就被罗峰一拳呼在脸上 后面的话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这一拳力道之大 直接把二把手的脸给打变形 整个人不受控制的飞出去好远 杀手组织的人都看傻了 发生了什么 太快了 就连杀手老大都愣住了 我的天 一拳就把自己的二把手废了 罗峰并不在意这些人的心思 他只知道 感动自己师姐的人 就必须得死 不过他现在的状态似乎有点不对劲 杀手老大也慌了 原本还打算生情的 他连忙开口 情况有变 直接杀了他 面对来袭的杀手 罗峰处立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等到他们来到跟前之后 罗峰猛然睁眼 甩出势大力尘的一拳 又一个杀手被林峰干费 在倒飞而出的过程之中 还忍不住喷了一口血 剩下的人 也丝毫不是现在的罗峰的对手 在杀手老大惊骇的目光中 罗峰三拳两脚就解决了所有人 既然如此 就更加不能让罗峰活着了 不然对他来说 将是无法摆脱的噩梦 为了避免对自己造成威胁 杀手老大掏出了枪 此时的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掏出来以后就直接开枪 砰的一声枪响 子弹飞射而出 换做平常的罗峰 自然知道子弹可不好吃 可现在的罗峰明显不对劲 不躲不闪 直接选择硬抗 杀手老大总算是放下心来 只要子弹打中了 那应该就没问题了 罗峰再强 也只是人类之躯 可下一秒 杀手老大瞬间被恐惧的情绪填满 因为中了枪的罗峰 竟然像个没事人一样 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而且速度快的出奇 根本来不及反应 又是朴实无华的一拳 解决了杀手老大 所有的杀手都已经处理掉了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 因为罗峰现在的状态十分奇怪 全身遍布了奇怪的纹路 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寻找罗峰的慕容小小正好撞上 看见罗峰的状态 他按道 糟了 小峰 随即他掏出了自己的迎针 别人只知道他治病救人的一面 殊不知 迎针在守 慕容小小也是极其可怕的存在 慕容十二手 话音落下 迎针一根根落在罗峰身上 子弹都奈何不了的罗峰 此刻却无力地倒了下去 慕容小小竟然手握迎针 对着罗峰出手 在他的慕容十二手之下 子弹都奈何不了的罗峰 此刻轰然倒地 迟来的顾雪念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惊呼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峰怎么了 慕容小小蹲下观察着罗峰的情况 随后叹了口气说道 师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小峰的病终究还是发作了 他们浑然未觉 不远处的楼顶之上 一道身影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他正式称呼罗峰为少爷的银发男子 慕容小小和顾雪念赶到以后 他自言自语道 呵呵 新王诞生了 而后转身离开 画面一转 罗峰已经被两位师姐带回了顾家 顾雪念担心地问道 小峰这到底是怎么了 慕容小小解释道 小峰身负神秘的血脉之力 只要情绪失控 小峰就会这样 顾雪念一惊 竟然是血脉之力 像大师姐那样的 小峰是什么血脉 慕容小小回答 我也不知道 这涉及小峰的具体身世 只有咱们师父清楚 小峰的天赋是所罕见 七大绝学已经大成 但师父却给他灌输他很弱的概念 就是怕他争强斗狠 失去理智 引爆这控制不了的血脉之力 顾雪念这才明白 所以你突然来龙城 是为了小峰 对 慕容小小肯定地回答 是师父主动联系我 让我来照看小峰的 结果我刚来 小峰就出事了 说到这 师姐妹都愤怒了起来 这该死的李家 竟然把小峰害成这样 绝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而昏迷当中的罗峰 又看见了那无比熟悉的画面 父亲说道 你太弱了 不配当我们的儿子 母亲则说 都是因为你这么弱小无能 所以你的父亲不爱我 我没你这么无能的儿子 接着两人转身离去 罗峰被梦中的画面惊醒 竟是不自觉失了眼眶 他不甘地自责 为什么我这么弱 银发男子出现 回应了林峰 强者的道路 注定是充满荆棘的 少爷 罗峰还没从梦中缓过来 他沉身问道 我是不是那个男人的后代中 天赋最差的 银发男子有点答非所问 有一点毋庸置疑 你的兄弟姐妹们都很可怕 听到他这么说 罗峰显得有点颓然 你走吧 我身上没有你想要的 我就想跟着师父师姐们 过普通人的生活 银发男子却说 别再欺骗你自己 正是你内心的真正欲望 罗峰一愣 我内心的真正欲望 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罗峰心神大振 那就是 向你的父亲母亲证明 你不是废物 证明你的强大 得到他们的证实与关爱 这句话似乎触及了罗峰的内心 他有点恼羞成怒 抓起床上的枕头砸了过去 你给我闭嘴 顾雪念一直关注着罗峰的动静 听到他房间传出的声响 急忙进门问道 小峰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发作了 一字一句之间 满是关心 银发男子动作很快 瞬间消失不见 顾雪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罗峰看见七师姐 又变回了笑嘻嘻的模样 七师姐 你还没睡呢 小心脸上暴动 眼角出闻呀 顾雪念心疼的上前 你都伤成这样了 我怎么敢睡 罗峰表示 自己已经没事了 顾雪念根本听不进去 一把摁倒罗峰 好了快躺下休息 这个暧昧的动作 让罗峰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 接着 顾雪念也顺势躺下 我就在这好好陪着你 看着你 因为担心罗峰的伤势 顾雪念勒令罗峰好好休息 自己则躺在一边 好好地陪着他 这是罗峰第一次体验洗面奶的感觉 他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吐槽 这样好像更没法好好休息吧 而李家这边 李天成却得知了惊天恶号 那些准备用来对付顾家的杀手 现在竟然全死了 愤怒使他的拳头不自觉握紧 五官都皱在了一块 他无能狂怒地说道 都怪那个罗峰 就在这时 李家大门被砰的一声踹开 他们的两个人被撞得摔倒在地 李天成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闯进来的四道身影 先生夺人 李天成 你好大的胆子啊 养什么不好 竟然养杀手 之所以敢这么霸气 只因这四人来自龙城商会 李天成一愣 乐好真是一茶接一茶 不过他很快就稳定了心神 开口询问 四位前辈 你们怎么来了 四人还没说话 又是一道声音传来 不知好歹的狗东西 你三番两次对我的师弟出手 莫非以为我慕容小小是花瓶板什么 顾雪念跟在旁边没有说话 但那冰冷的眼神 足以说明他的态度 李天成一看 这不是顾雪念吗 他怎么来了 接着他开口问道 顾雪念 这位是 不用顾雪念介绍 慕容小小自爆家门 我就是帝都百草堂的慕容小小 听到慕容小小的真名 李天成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 你竟然是慕容小小 那个小子 是你的师弟 其实李天成也委屈 他哪里知道慕容小小和罗峰的关系 要是早知道 恐怕也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不过现在 知不知道都已经不重要了 龙城商会的四位前辈开口了 李天成 你真是丢了我们龙城企业家的脸 即刻起 我们将会彻底封杀你旗下的企业 你准备打包走人吧 听到这话 李天成如遭雷击 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业 转眼之间就土崩瓦解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看到李天成这状态 慕容小小生不出半肆怜悯的情绪 都是他自食恶果罢了 随着慕容小小转身离开 其他人也纷纷跟上 热闹的李家变得冷清 独留李天成一人跪坐着 可是到如今 他依旧没有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将一切都归咎到了罗峰身上 罗峰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要你血债血偿 恰好此时 又一道身影走进李家 男子微笑着开口 李先生 这么生气 会伤甘伤申了 李天成疑惑 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 不对 这是 楚家的 男子挣了正衣领 对着李天成说道 如果你要对付罗峰 我能帮你 接着他招了招手 他的手下走了过来 接过他手中的东西 直接扔到了李天成的身前 李天成捡起来一看 竟是个悠盘 他疑惑地问道 这里面是什么 男子冷冷一笑 自信地说道 这是杀掉罗峰的刀 糟了糟了 罗峰被两条大白腿压制 根本动弹不得 就在李家被商会除名 彻底消失在龙城的消息传开后 众人对此展开了 沸沸扬扬的讨论 可当事人罗峰毫不知情 他一下子从床上盘起 无呼 从未有如此美妙的清晨 跑不去了 哼着轻快的小曲 罗峰一蹦一跳地打开房门 却发现两位师姐已经在门口了 七师姐端着早餐 二师姐端着要汤 吃早饭 喝药 两人同时开口 罗峰自然乖乖照做 一口气就喝光了 慕容小小的药汤 接着三口两口 就吃完了顾雪念的早饭 正当他以为 解决掉这些任务 就能够去跑步的时候 两位师姐再度将他拦下 你给我老实待着 哪里也不许去 好好休养至少一周 听到这话 罗峰的脸都黑了 可是看两位师姐的表情 他不敢拒绝 也不想答应 慕容小小看罗峰贼心不死 还是想要出去 立把将他推到床上 小峰 你的伤还没痊愈 七师姐和二师姐是为了你好 听话 罗峰猝不及防之下 重心不稳 就这么被二师姐摁倒在床上 他连忙表示 我真的没事了 你们不让我锻炼身体 我浑身难受 可慕容小小根本不在意他的话 反而对着他微微一笑 听话 好不好 这换谁能拒绝这样的笑容啊 一个慕容小小不够 顾雪念也加入进来 你就在这跟我们俩聊天姐们 把你过去几年在山上的事情好好说说 最后 为了防止罗峰逃跑 他们一人一条大白腿 直接封印了罗峰 罗峰只能被迫弹心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就在这时 慕容小小的手机 忽然来了电话 他有点好奇 点开一看 原来是清潭 他问道 清潭呀 一早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接着 清潭在电话里和慕容小小交流 内容无从得知 但能够清楚地看见 慕容小小脸色巨变 他对着电话说道 我知道了 随后迅速起身 也顾不上罗峰这边了 转身就准备出门 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让七师姐看着你吧 这可把顾雪念开心坏了 你快走吧 我自己照顾小峰就够了 什么 只有七师姐一个人照顾我 罗峰彻底慌了 他含泪呼唤二师姐 可是根本没用 慕容小小已经离开了 顾雪念一把抓住罗峰的下巴 将他的头掰了过来 怎么 这么舍不得你二师姐 罗峰心口不一地说道 不是不是 我就是心疼他一早就要忙 但其实 罗峰心里真正想的是 两人陪我聊天 是真的聊天 可要是只有七师姐的话 那就难说了 果然 事情的发展正如罗峰担心的那样 顾雪念撬脸寒春的开口 小峰 你要是真的痊愈了 不如身体力行 亲自跟我证明一下 话音落下 七师姐就攻向罗峰的小兄弟 罗峰真是出乎意料的不知好歹 直接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 我还没好 我还要休息 我睡了 晚安 阿布 早安师姐 一边说 罗峰一边想着 我就说 七师姐根本就是想吃掉我 顾雪念也无奈 这个不解风情的小傻子 慕容小小遇到紧急情况 只能将罗峰托付给顾雪念 罗峰看着七师姐这开心境 深深地替自己的真操感到担忧 果不其然 慕容小小刚走 顾雪念就开始要对罗峰下手 罗峰赶紧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 成功守住了自己的真操 可是 令罗峰没想到的是 七师姐一直守着他 守到了下午 他百无聊赖地说道 小峰 你都睡了一天了 怎么还不醒 罗峰无力呻吟 七师姐 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就在这时 两人的手机同时传来了消息 他们好奇地打开 发现 是一个未知用户谈过来的视频 顾雪念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况 此时处处透露着蹊跷 出于好奇 顾雪念还是接通了电话 可接下来看到的一幕 让他不自觉地松开了手 手机摔落在地 他捂住了嘴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 怎么 怎么可能 罗峰看到也傻了眼 怎么可能 自己的六师姐死了 此时的龙城海港 有两艘船停靠在岸边 之前出现在李天成面前的楚姓男子 对着一道躺倒在地的曼妙身影说道 还在装死呢 他的双手被捆在身后 柔弱的身躯显得毫无威胁 面对楚姓男子的调侃 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楚姓男子笃定他早就醒了 只是在装死 凑近他的跟前说道 沈大明星 你确实够厉害 不枉高层蛇了一半高手 才将你活捉 传说中的七大绝学 你掌握奇异就能拥有这样的身手 如果我将你那些同仑全部抓住 从他们嘴里撬出七大绝学 你觉得会怎么样 躺在地面上的他依旧毫无动静 精致的脸庞上 没有一丝反应 楚姓男子继续输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 我凭什么把他们找出来呢 字里行间 满满地彰显着他的自信 他越说越得意 伸手摸上了他的脸蛋 凭一个叫罗峰的小杂种 似乎你们都挺宠爱他的 可是楚姓男子没有想到 自己的话音落下 周遭的氛围突然巨变 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深知眼前之人有多可怕 他连连后退 直到后背贴在墙上 原本毫无动静的沈大明星 此刻冷着脸说道 你要是感动小峰 你会死得很难看 楚姓男子虽然对他心存忌惮 但他还是继续挑衅 哈哈哈哈 这也说明了罗峰确实很重要 刚刚被吓了好一大条 回过神来 楚姓男子才记起来 眼前的女人已经被捆住了 他再度上前说道 罗峰已经在来救你的路上 你猜我有没有埋伏 你猜他会不会死 哈哈哈哈 沈婉儿气得咬紧牙关 不自觉间 嘴唇都被咬出了血 楚天刺 你这个畜生 然后迎接他的 是楚天刺毫不怜香惜玉的一脚 本就无力抵抗的沈婉儿 挨了这一脚后 被踢得口吐鲜血 楚天刺继续说道 等着看我把你小师弟的骨头 一根一根全部敲碎吧 他是知名女星沈婉儿 也是罗峰的六师姐 此刻却被楚天刺捆住双手 关在了这里 当得知楚天刺要对罗峰出手的时候 沈婉儿坐不住了 大骂他是个畜生 换来的 就是楚天刺毫不怜香惜玉的一脚 这一脚踢得沈婉儿口吐鲜血 船舱外的李天成听到动静 心中也是不由得暗自后悔 我真的是太冲动了 就算用沈婉儿被囚禁的视频 把罗峰吸引了过来 就算把罗峰杀了 难道罗峰身边的人 就不会报复我了吗 这些自言自语 都被楚天刺听见了 他对着李天成说 后悔了 来不及了 你发了视频 就没有回头路了 言下之意 现在想要退出 楚天刺也不会放过他 说完 楚天刺自顾自下船 他心中盘算着 时间也差不多了 罗峰应该要来了吧 可紧接着 他就发现 一只手伸向了自己的鞋子 地上还有一堂血迹 抬头看去发现 罗峰不知何时已经到了 地上横七竖八 躺着不知道多少尸体 感应到了动静 罗峰猛然转头 冷眼看着楚天刺 这可怕的杀气 吓得楚天刺毛骨悚然 他的心中满是惊恐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 我的人怎么全部都死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罗峰淡然地看着他 出声问道 我六师姐在哪里 楚天刺还没搞清楚状况 还有闲心问些废话 你不是七大绝学的废物传人吗 怎么会这么强 银发男子身形 突然出现在楚天刺身后 蠢祸 知不知道我家少爷的真实身份 楚天刺被吓得连忙转身 你是谁 他又是谁 银发男子冷冷一笑 紫黑色的能量 缠绕在楚天刺身上 呵呵 我就告诉你 让你死得明白吧 我家少爷 他姓弟 说完 也不给楚天刺废话的机会 银发男子一挥手 楚天刺的脑袋即刻搬家 碰巧下船的李天成 看到了楚天刺被杀的一幕 之前身为杀手的他 也被吓得失了神 眼前的人手段实在是太诡异 既然被看到了 李天成就不可能活 更何况 他本就打算对罗锋出手 最终 大海成了他的归宿 解决掉他们后 罗锋总算找到了六师姐所在的船舱 看到六师姐的罗锋激动不已 太好了 六师姐 你还没死 接着 激动的罗锋冲上前去 将沈婉儿一把抱住 沈婉儿开心地说 小风 好久不见了 之后 沈婉儿被带到了龙城人民医院 慕容小小听说了以后 急忙赶了过来 一进病房 就听见两人接连不断地喊着 六师姐 六师姐 罗锋直接扑进沈婉儿怀里 六师姐 你要是死了 我也不活了 顾雪念也难得地不关心罗锋 扶着沈婉儿的肩膀说道 六师姐 幸好你没事 沈婉儿无奈地说道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慕容小小上前 将两个人拉开 吓死我了 还以为六师妹真的没了 都给我冷静 拽开两人后 慕容小小一脸嫌弃地说 真是服了 还跟小孩子似的 说完自己扑进了沈婉儿怀中 师妹 你吓死我了 沈婉儿轻笑 好了好了 这不是没事吗 她是知名女星沈婉儿 也是罗锋的六师姐 此刻却被人捆住 双手关在了这里 好在罗锋及时赶到 这才将沈婉儿救出 第二天的医院里 罗锋和顾雪念抱着 沈婉儿不肯撒手 沈婉儿笑着安慰 好了好了 我已经没事了 慕容小小来了以后 将两人拽开 嫌弃地说道 冷静点心不行 像小孩子一样 随后自己扑进了沈婉儿怀中 师妹 你可吓死我了 折腾了好一会 慕容小小开口问道 六师妹 你跟那些绑匪结过仇吗 沈婉儿仔细回想了一下 我所在的娱乐圈确实很卷 恩怨很多 但他们应该不是娱乐圈的 罗锋也陷入了深思 他清楚地记得 那个人说自己是七大绝学的废物 就是为了七大绝学而来 就在这时 病房的大门 被两位英姿萨爽的女兵推开 他们朗声说道 女帝道 一位拥有着火红色秀发的亮丽身影 出现在病房的门口 病房内的几人看到 其呼 大师姐 来人正是华夏无上荣耀加深 霸道无敌的代言人 女帝白霜凤 顾雪念和慕容小小看到白霜凤 眼睛都亮了 因为身份原因 能够见到大师姐的机会 实在是太少了 慕容小小开口问道 大师姐 你怎么有空来着 白霜凤没有理会慕容小小 冷冷地看着罗锋 这眼神 看得罗锋冷汗直冒 挠了挠头问道 大师姐 话还没说完 就挨了白霜凤一拳 这一拳 他明显下了重手 罗锋的隔夜饭 差点被打吐出来 巨大的力量 使得罗锋倒飞而出 摔在了一边 白霜凤继续上前 拎起罗锋的衣服 把他拉了起来 臭小子 你下山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罗锋无力地解释 大师姐日理万机 我怎么敢去打扰你呢 这一幕幕看得慕容小小 和顾雪念紧张坏了 大师姐 你轻点 小锋的身上还有伤 看着情形 沈婉儿开口 大师姐 你怎么有空过来看我 白霜凤放下了罗锋 任由他摔倒在地 因为婉儿你被绑架的事情 涉及到了海外舞者势力 我会亲手调查 接着 白霜凤一脚踩在了罗锋身上 刚要起身的罗锋再度倒地 小锋 你是不是应该老实 交代一些事情 白霜凤拿出一个手机 这种顶级高手 为何为你所用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手机之中 赫然是称呼罗锋为少爷的淫发男子 白霜凤的眼神越发冰冷 你到底是谁 罗锋沉默 因为他无法开口 更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 白霜凤继续问道 你是海外戏作 对吗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明显看到 白霜凤脸上闪过一丝不忍 这下子 就连身受重伤的神娃都坐不住 三位师姐一起替罗锋说话 大师姐 小枫一直在深山跟着师傅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小枫 你快跟大师姐解释 罗锋撇过了头 轻声说道 大师姐 这是我的秘密 听到这话 白霜凤抬起了自己的脚 作为你的大师姐 我尊重你的隐私 但是作为华夏女帝 我会杀了你 他是华夏无上荣耀加身 霸道无敌的代言人 女帝白霜凤 此刻却准备对自己的小师弟下死手 顾雪念彻底慌了 大师姐 你是疯了吗 竟然要杀小枫 慕容小小更加干脆 挺身拦在罗锋面前 如果大师姐不顾念同门情分 非要杀小枫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慕容小小这话 对别人来说可能极具威慑力 但是在白霜凤面前 可以说是毫无用处 二师妹 你知道的 你不是我的对手 慕容小小依旧坚持 我当然知道 但是 我不可能看着小枫死在你手里 虽然语气十分坚定 但是白霜凤的杀气 我也是害人 慕容小小还是免不了被震慑 深思熟虑之下 慕容小小决定抢先出手 这样还能为罗锋 争取一点逃跑的时间 他挥拳就上 同时大喊 小枫 快跑 就算慕容小小出气不易 攻击还是被白霜凤轻易招架 眼看着他们准备继续攻击 罗锋身形一闪而逝 抓住了两人的耗腕 慕容小小气急败坏 小枫你在想什么 怎么还不逃 罗锋看着为了自己出手的二师姐 微微一笑 二师姐 如果大师姐真的要杀我的话 你挡不住的 这话说得慕容小小更气了 知道你还不跑 再等死吗 罗锋转身 依旧是那温和的笑容 大师姐 你相信我吗 白霜凤反问 相信你什么 罗锋的语气十分肯定 我不是什么戏作 白霜凤一把甩开罗锋的手 那你就告诉我 你跟那个黑袍高手是什么关系 说到这 罗锋又摇了摇头 大师姐 对不起 这是我的秘密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 你就在这里杀了我 听到这话 白霜凤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杀气再度攀升 慕容小小又跳了出来 大师姐 你不能这么做 白霜凤语气冰冷地说道 小风 你仗着我对你的宠爱 以为我不敢对你吓死手是吗 听到这话 慕容小小顿感不妙 可他刚冲上前 就被白霜凤一把推开 接着 白霜凤猛的一个侧蹬腿 硬生生踢的罗锋凌空倒飞 砰的一声 飞出去的罗锋砸在墙上 水泥胶住的墙体直接开裂 足见这一脚到底有多狠 可是罗锋落地以后 却黑黑两声笑了出来 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一如之前那般温和地笑着 我就知道 大师姐舍不得杀我 白霜凤冷哼一声 转过了身去 如果有一天 让我知道你有辱师们 我会亲自替师父清理门户 虽然大师姐的语气冰冷 可是罗锋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谢谢大师姐 白霜凤没有再领会罗锋 对着神娃儿说道 好好养伤 我等着看你的心细 说完也不等回答 就带着女兵走出了病房 来到无人处的时候 竟然多了一个未婚妻 对方还是秋云山城 秋大师之女 秋芷柔 神娃儿出院之后 三师姐妹齐聚顾家 她们无意之间闲聊起来 看来小枫真的是长大了 有小秘密了 慕容小小反驳 她那可不是小秘密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不已 大师姐妹杀气 真是太吓人了 顾雪念一边坐着瑜伽 一边说道 小枫有点奇怪 她好像变得很强了 可嘴上却总是说着自己不行 慕容小小扶了扶眼睛说道 我估计是师父担心 小枫骄傲自满 招惹是非 所以一直给她灌输 她很弱的概念 突然楼上传来的动静 打断了三师姐妹的谈话 她们能够清晰地 听见楼上的声音 这声音听得三人若有所思 这个声音 莫非小枫她在 慕容小小和神娃儿 还只是猜测 顾雪念的第一反应 是小枫做这事 动静居然这么大 慕容小小许是听得 有点不好意思了 她起身吐槽道 老七 你这房子的隔音也太差了 顾雪念无语 我平时就自己住 要那么好的隔音干嘛 神娃儿端着杯热茶 一脸慈祥地说道 看来小枫是真的长大了 难免有需求了 顾雪念突然翘脸通红 心中想着 小枫 你有想法了 为什么不找我 楼上的罗峰 此时正光着膀子刻苦训练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世界 都在脑补些什么奇怪的场景 她一边坐着单职俯卧城 一边心里想着 自己还是太弱了 大师姐随便一脚 就把自己踢得吐血了 果然还是要继续锻炼自己 又过了好一会 罗峰总算完成了 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神清气爽地起身 准备下楼去喝点水 下楼以后 看到客厅中的三道身影 罗峰主动打招呼 三位师姐都还没睡呢 可回应她的是 慕容小小冷漠的眼神 她看着罗峰说道 青春就是暴走的X欲 罗峰一脸问号 啥意思 神娃儿又凑了上来 慈祥地说道 小峰 男孩子有需求是正常的 不过动静别太大了 罗峰又多了几个问号 什么动静 他感觉两位师姐 有点不太对劲 就看向了七师姐 却发现七师姐俏脸泛红 罗峰好奇 七师姐 你怎么脸这么红啊 说着就伸出了手 哪料平时对自己 虎视眈眈眈的七师姐 竟然飞也是的跑开了 嘴上还一边说着 口是心非的家伙 不要碰我 罗峰彻底傻眼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 神娃儿电话来了 对面是大师姐 他对神娃儿说道 婉儿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既然小峰下山了 那就 后面的话听得 神娃儿难以置信 眼睛都瞪圆了 还有这是 罗峰三人看着 神娃儿的表情 顿时感觉到了不对劲 而且这个电话 还是大师姐打来的 到底是什么事 神娃儿直接开了外放 里面传出大师姐的声音 小峰有个未婚妻 是早年师父给安排的 你让他们见个面吧 因为大师姐的一通电话 罗峰突然多了一个未婚妻 顾雪念当场就不乐意了 抢拨手机 不行 我不同意 师父怎么从来没有告诉我 大师姐无语 师父给小峰安排结婚对象 告诉你干嘛 婉儿 对方的详细资料 我一回发你手机上 先这样 神娃儿知道大师姐的脾气 一把拿过手机 好的大师姐 这时 慕容小小坏笑着问 怎么了 你不会真的是兔子 想吃窝边草吧 顾雪念当然不可能承认 他辩解道 怎么会 我只是担心 对方配不上咱们小峰 神娃儿看着手机上 大师姐发过来的资料 他缓缓说道 师妹 这里恐怕是多虑了 对方可是秋云山城 秋大师之女 秋芷柔 听到这个名字 顾雪念一惊 原来是他 师父曾经说过 他是降落凡尘的金凤凰 我确实比不了 他转头看去却发现 罗峰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似乎根本不在意这件事 还在自顾自地喝水 察觉到顾雪念的目光 罗峰说道 什么未婚妻 我可不要 我才刚成年 还没到结婚年龄 可接下来神娃儿一句话 让罗峰瞬间改变想法 是大师姐让你见的 小峰 你见不见 罗峰一下子没了辙 看来不想见也得见了 三天后 罗峰来到了 龙城医科大学的咖啡馆 因为慕容小小告诉他 秋芷柔在医科大学读书 而且已经帮罗峰 约好了在这见面 罗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两位师姐是怎么教自己的 大方点 有点男人样 别怕花钱 一定要哄他开心 可是罗峰自己却觉得 谁能看上我这样的呀 应付应付差事得了 喂 你就是姓罗的 一道刺耳的声音 打断了罗峰的思考 伴随着一个包包 甩在罗峰身上 这个相亲对象 凶神恶煞地看着罗峰 对着他说道 坐吧 你迟到了 罗峰疑惑 我没迟到啊 还早到了20分钟呢 另外 这个秋芷柔 怎么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不对是太不一样 是不是照片修图修得太猛了 看着现实与照片的偏差 罗峰不由地开始思考人生 但是来都来了 还是大师姐要求的 又想起两位师姐说的 大方点 哄他开心 心中天人交战之下 罗峰妥协了 好好好 看看他怎么说吧 可谁料对方上来开口就问 什么车 房子买在哪里 户口是本地的吗 罗峰直接被将军 如是回答道 没车没房 我连驾照都没有 户口的话 应该是跟我师父在一起 在山上 听到这 对方先行崩溃 打了一通电话 跟对面吐槽道 我的天 你给我联系了一个什么使权生物啊 户口还在村里呢 搜崩溃 随后起身就走 临走还不忘提醒罗峰 别说认识我呀 罗峰没想到这就走了 刚要开口 可是大师姐说 话还没说完人都没影啊 罗峰一时之间也有点茫然 我这是不是失败了的意思 就在这时 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 小峰弟弟 他被称作是坠落凡尘的金凤凰 却婴儿时的玩笑 真的想要嫁给罗峰 而罗峰这小子 却是认都没认出他来 还在试探性地询问 所以你才是邱志柔 邱志柔主动上前 抱住了罗峰的胳膊 小峰弟弟 你得说话算数 要娶我 罗峰战术性咳嗽 那是小时候说的胡话 不能当真的 邱志柔却笑着对他说 没关系的 我知道你见我变得这么好看了 所以会有点紧张 我们换的地方慢慢谈 接着 他拉起罗峰就跑 显得十分开心 边跑边问 我们去哪 罗峰心想 我怎么知道去哪 况且 你让我说话呀 此时的顾家三位 各有各的心思 沈婉儿主动开口 不知道顺利不顺利啊 慕容小小一脸认真的回答 这么晚还没回来 应该是很顺利吧 只有顾雪念跌过头 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他心想 第一次见面就敢这么晚都不回来 要是敢在外面过夜 就让他的小兄弟分家 就在这时 罗峰回来了 顾雪念第一个站起身 小峰 你回来了 看罗峰进来之后 顾雪念又看到了第二个人 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 罗峰尴尬地回答 骑师姐 我回来了 邱志柔也主动打招呼 你好 我是罗峰的未婚妻 邱志柔 顾雪念呕了一声 满脸不开心的转过了头 慕容小小迎了上去 和邱志柔交流了起来 他开门见山 志柔 你觉得我们家小峰怎么样 邱志柔听出了慕容小小的弦外之音 满脸羞红 不好意思开口 看邱志柔这状态 慕容小小和沈婉尔相视一笑 看来是成了 只有顾雪念 心中的怒火已经快要压抑不住了 他突然转身问道 小峰你觉得呢 你真的要他做你的女朋友 罗峰都还来不及回答 邱志柔拉过了他 抱住他的手臂 当然了 他小时候说好了要娶我的 顾雪念双手抱胸 好笑 这也算数 那小峰小时候还说要娶我呢 还跟我睡在一个被窝呢 什么 邱志柔一下子爆炸了 小峰 你不是说只娶我一个人的吗 于是罗峰争夺战再次打响 顾雪念抓着他说道 小峰 你不是还不想结婚吗 你现在就告诉他 你不想娶他 邱志柔急了 小峰弟弟 你告诉你七师姐 你会娶我的 快呀 夹在中间的罗峰激进崩溃 哎呀 我要疯了 你们都闭嘴 最后挣脱两人 自己跑上楼去 不过两个女人之间的战斗 依旧没有停止 都怪你 非要逼我的小峰弟弟 顾雪念当然要反驳 什么叫你的小峰啊 搞笑 沈婉儿和慕容小小都看待了 不由的感叹道 小峰还真是受欢迎啊 罗峰在房间里 一直待到了夜深人静 他探出了头 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了 邱志柔应该回去了 七师姐应该也睡了 结果 一开门就被顾雪念抓个正着 罗峰顿时冷汗直冒 七师姐 你没有睡啊 有事吗 顾雪念反问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接下来的场景似曾相识 罗峰再次被摁倒 顾雪念问他 老师跟我说 你对邱志柔到底是什么看法 因为邱志柔的出现 顾雪念急了 半夜闯进了罗峰的房间 强行将他摁倒 老师跟七师姐交代 你对邱志柔什么看法 罗峰害羞的不敢看顾雪念 开口回答道 没有看法 我现在真的没心情谈恋爱 我有正事要办 顾雪念一听 开心坏了 只要不对他有什么想法就好 接着 顾雪念伸出自己的鲜鲜欲指 在罗峰的蹴翼板上开始画圈圈 他有点难为情的开口 小峰 你如果真的有想法 不如看看我 罗峰哪能经得起这种折磨 不要啊 七师姐 这种无力的拒绝 从来都只会起到反效果 顾雪念直接捧起罗峰的头 深深地吻了上去 罗峰人都傻了 直到两人纯分 罗峰还没有回过神来 顾雪念问道 你说 你没有想法 可是你的身体明明不是这么说的 坐在罗峰身上的顾雪念 怎么可能感受不到 这让他确信 罗峰对自己肯定是有感觉的 回过神来的罗峰 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七师姐 别这样 我现在真的心思不在这上面 顾雪念气呼呼地看着罗峰 都到这份上了 这家伙还这样 他有心想说什么 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好 不过既然如此 那你赶紧和那个秋芷柔划清界限 说完 也不等罗峰回答 顾雪念就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关门时格外用力 发出筐的一声 罗峰无奈地坐在床边 深深地叹气 对不起 七师姐 第二天 罗峰再次来到了龙城医科大学 秋芷柔听闻是罗峰找自己 很欢快地跑了出来 小峰弟弟 你找我 罗峰答道 对 我想跟你谈谈 就是咱们之间的关系 我想 罗峰话还没说完 秋芷柔直接抓住他的手腕 晚点再说 我得去参加个小聚会 正好你陪我一起 然后拉着罗峰就走 罗峰实在不会拒绝 这 那行吧 砰个一下 大门被推开 房间里的人看到秋芷柔都十分开心 可是看到秋芷柔挽着的罗峰 他们脸色变了 这个男的是谁 其中 表情最难看的 要数眼前这位家伙 不过他很快收敛了情绪 笑着上前 芷柔 你还带了个新朋友来啊 秋芷柔主动给双方介绍 学长 这是我经常提到的罗峰 小峰弟弟 这是我楚学长 他已经在医学界小有名气了 是青年学者的乔楚 楚学长主动伸出手 那就是罗峰 秋芷柔学妹总提起你 说你学过中医 请问你中医资格考到几级了 罗峰呆呆地傻笑 中医资格还分等级吗 楚学长听完 心底里的不屑一语言表 这 旁边一位女生故作惊讶道 学中医的不知道中医有资格等级 别是个骗子吧 楚学长十分绅士地就场 别这么说 罗峰自小是从名门私售 和咱们走的路子不一样 或许真的不知道 秋芷柔不给罗峰说话的机会 就拉着罗峰参加自己的小聚会 可是都还没落座 罗峰就受到了冷嘲热讽 一位黄医女生故作惊讶道 学中医的不知道中医有资格等级 不会是骗子吧 楚云帆欣欣作态 别这么说 罗峰是名门私售 和我们不太一样也可能 然后他就有了人前险胜的机会 现在从事中医的医生学者都要考级 初 中 高 在网上是特级和国家级 其中特级在整个华夏不超过二十人 国家级目前也就只有三个 其中一人 就是百草堂堂主 也是我的老板 慕容小小大师 罗峰一听 二师姐竟然是国家级的 这么厉害 楚云帆说完 黄医女生立马跳了出来 楚云帆学长可是咱们龙城守卫 也是唯一的高级 要知道中医高级 在整个华夏也超不出一百人 一年前就被百草堂特招进入 看着楚云帆被夸药时的得意境 罗峰敷衍地说道 那你很厉害啊 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之后 楚云帆这才叫罗峰落座 边吃边聊 偏偏这个时候 邱芷柔来了个电话 他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先聊 我出去接个电话 等到邱芷柔离开后 楚云帆也就收起了那副姿态 对着罗峰开门见山道 罗峰 我劝你离芷柔学妹原点 配得上他的只有我 罗峰无所谓的贪了贪手 不会吧 不再装一下吗 这么快就暴露了 自己是条舔狗的真面目 楚云帆脸色沉了下来 全当罗峰是成口舌之力了 然后拿出一支笔和一张支票 你自己填个数 我就当你答应了 罗峰坏笑 行 还要给我钱 那我就答应了 接过支票 在上面填了起来 填好以后 将支票拍在楚云帆胸膛 这个数 你给得起吗 这羞辱的动作和神态 让楚云帆险些发作 楚云帆看到数字之后 手都在发抖 黄一女生也凑过去看了一下 惊叹道 你穷疯了 填了这么多灵 楚云帆干脆直接撕毁支票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罗峰用小拇指掏了掏耳朵 这都2024年了 还玩这套土的吊渣的 我看你才是故意恶心人吧 事已至此 楚云帆也不装了 我警告你 我是百草堂的高级中医 你还想在中医界立足吗 罗峰满不在意 哈哈哈哈 那你倒是让百草堂来封杀我 我等着 罗峰心中暗叹 笑死 百草堂可是我二世姐的呀 罗峰刚要出门 就撞见了进门的邱止容 他好奇地询问 你干嘛去啊 罗峰还没开口 楚云帆就开始抢答 芷柔学妹 你的这个朋友 真是太没教养了 说完 楚云帆开始给黄英女生识眼色 黄英女生艰难地理解了一回 随即开始自己的表演 他捂着脸说道 几句话惹他不高兴了 他居然打人 其他几个人也纷纷应和 真是太过分了 他真的打人了 我都看不过去 邱止容还没搞清楚状况 罗峰也懒得伺候了 是吗 本来我是给芷柔面子 懒得和你们计较 看来现在我不打不行了 邱止容兴致冲冲地拉着罗峰 去参加自己的小聚会 可就在他打个电话的这点时间里 所有人都串通好了诬陷罗峰 邱止容抓住罗峰的肩膀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还没搞清楚状况 罗峰直接甩开了他 真是受不了 我不伺候了 你以后也别联系我了 接着罗峰转身就走 邱止容有心挽留 可话到嘴边 还是没说出口 罗峰走后 邱止容的气压特别低 是个人都看得出他很生气 身后的众人一句话都不敢说 罗峰这边 则对后续的情况毫不在意 隔天照常在家锻炼身体 就在这时候 罗峰的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的是师傅 罗峰好奇 师傅怎么突然给自己打电话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接通电话以后 就被对面一顿输出 你个小王八蛋 敢把邱止容晾在一边 不要媳妇了 罗峰无奈地说道 师傅我和邱止容真的不合适 电话对面又是一顿输出 少说这些没用的 我告诉你 他爷爷听说自己的宝贝孙女 在你这受了委屈 已经杀到了龙城要教训 你自求多福吧 罗峰一听傻了眼 邱大师要来找我 他是不是很强 罗峰的师傅回答道 他倒不至于真的杀了你 但是你也要小心 尤其是注意 身上别被泄掉点什么器官 正如罗峰的师傅所说 邱大师已经杀到龙城了 龙城医科大学的校长办公室中 邱止容给自己的爷爷介绍 爷爷 这位是校长 一直很照顾我的 校长连忙表示 这是应该的 邱止容小姐能到我们学校来进修 是我们师生的荣幸 邱大师摆着个脸直言 不用客套了 我来这就是为了见罗峰那个小混蛋 听到这 邱止容慌了 爷爷 你不会是要打小峰弟弟吧 看到自己的宝贝孙女 这么关心罗峰 这个家伙 还敢凶自己孙女 邱大师气不打一处来 我直接把他淹了 然后丢江里卫鱼 让他敢欺负我的宝贝止容 邱大师越想越气 似乎是咽了都不解恨 邱止容赶紧抱住自己的爷爷 不要这样啊 我是让你来劝他娶我的 你别把人吓跑了呀 就在这时 之前小聚会上的那位黄银女生出现了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校长办公室门口 校长 出事了 快去救救楚云帆吧 原来是因为楚云帆 快要被罗峰给打死了 此时不少人正在旁边围观 罗峰一拳打得楚云帆原地起飞 让我道歉 还敢打人 罗峰扭了扭手腕 好大一口锅砸下来 我可背不起啊 你在这混淆黑白 煽动舆论 我先打你一顿出出气 再把你上交给国家 说完罗峰又要动手 他脸上挂着恶魔般的笑容 这拳打你另一边脸上 给你来个完美对称 邱止容担心地挡在罗峰身前 却被罗峰一把推开 你少来碍事 就在刚才 校长带着邱大师和邱止容赶到 看到楚云帆的惨样 他询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过分了 罗峰满不在意的撇撇嘴 有些人就是嘴欠 不打不行 邱止容看着眼前的罗峰 感觉有点陌生 他轻声喃喃道 小峰弟弟 你原来不是这么暴力的人 邱大师邪魅一笑 你就是罗峰 有你师父的脾气 不知道 有没有你师父的本事 罗峰回答 你就是邱止容的爷爷 邱大师对吗 听说您要教训我 那就出手吧 邱大师连说三声好 显然是觉得罗峰有点狂妄 你要是能撑过我的三招而不倒 邱止容病十分伤人的说道 你别碍事 楚云帆看到这一幕可开心坏了 罗峰竟然妄想扛住邱大师三招 准备等死吧 哈哈哈哈 邱大师也不废话 信手一挥 树根银针飞射向罗峰 邱止容看到五嘴大叫 毒风十二针 爷爷 你疯了吗 眼看着毒风十二针已经快要命中罗峰 罗峰还是没有半点动静 邱大师冷冷一笑 臭小子 这剧毒不会让你立刻死 但会让你的五脏六腑彻底报废 可他冷笑到一半 表情瞬间变换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罗峰双手交叠 低声说道 寒缠玄御手 嗖嗖嗖 罗峰连挥竖拳 动作太快 以至于产生了残影 等到罗峰停下动作以后 手上赫然抓着邱大师射出的毒针 邱大师没想到 罗峰这个家伙 竟然会寒缠玄御手 而且已经将这个抵抗百毒的无上手法 练到了接近大成的地步 楚云帆也是被惊掉了下巴 他还等着罗峰一招败北呢 怎么还让他装到了 自己的绝学被罗峰轻易接下 邱大师脸面有点挂不住 直接使出第二招 排云掌 随着话音落下 邱大师已经来到了罗峰的身前 脸上带着得意的笑 自己几十年的功力 这个未成年的小伙子 拿什么挡 邱指柔这边更紧张了 爷爷当真要置小峰弟弟于死地吗 连这种大杀招都用了出来 罗峰也被惊到了 不是吧 这个老家伙来真的 出手这么狠 罗峰赶紧凝聚力量 一掌挥出 两人的攻击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周遭掀起了强烈的气场 罗峰终究还是太过年轻 被邱大师这一招拍飞了出去 不过好歹也算是接住了 但痛也是真的痛 这看得邱大师心里直犯敌 这个臭小子 难不成 还真能接我三招 不行 那我的面子就保不住了 于是他摒弃凝神 对着罗峰说道 这招之后 你要是还能站着 我就原谅你做的一切 接着他气场全开 七杀拳 邱芷柔惊哭 七杀拳 爷爷 你想杀了小峰弟弟吗 罗峰健壮 表情十分凝重 这可是杀敌一万 自损八千的禁忌拳法呀 不能直接应接了 同时 他心里暗自念叨 师父 这老家伙真要废了我 我只能用这招了 刷的一下 罗峰的瞳孔变得血红 整个人的气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邱大师看到这双眼睛 心中震惊万分 这是血童 没想到 这家伙连血童都学会了 血童能让眼瞳四周血液加速 达到势力最大化 在瞬间找到对手的弱点 并将其击败 如果使用太多次 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失明 这是大师解白双凤的绝学 与此同时 时间过去不过短短片刻 罗峰咧嘴一笑 嘿嘿 找到破绽了 神行步 罗峰低吼一声 趁着邱大师的攻击还没落下 罗峰率先一步冲了上去 接着使出了寒蝉玄御手 直击邱大师的胸部 邱大师被这一拳 打得倒飞而出 可出了千年老坛 胸口的拳硬清晰可见 围观群众下巴都被惊掉了 什么 邱大师被拍飞了 罗峰怎么可能这么强 邱芷柔也没想到 还以为自己爷爷要对罗峰下狠手 结果受伤的 反而是自己爷爷 他慌忙跑上前去 爷爷 您怎么样 他微笑着说道 没事 爷爷没事 芷柔别怕 心中却是在想着 罗峰这血童造一步浅 一下子就看到了我的弱点 我这根肋骨曾经断过 这时 罗峰大笑着挠了挠头 上前说道 谢谢邱大师手下留情 不然我早就死了 邱大师尴尬地咳了两声 你知道就好 心里的想法却是 这小子给了台阶 赶紧顺着下巴 围观群众觉得 这才正常吗 原来是邱大师手下留情了 还以为罗峰这家伙真的那么强 邱大师转身 背对着罗峰说道 我说话算话 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虽然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可他不得不贪服 真是后生可畏啊 邱纸柔一时百感交集 对着罗峰说道 既然你对我无情 我也不为难你了 我以后不会再见你 看着邱纸柔和邱大师离去的背影 罗峰心中不免生起几分愧疚 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 而人群之中的楚云帆 恶狠狠地盯着罗峰 可恶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愤恨地跑开 一边跑一边咒骂 那个罗峰 怎么就没被打死呢 该死 他走神这点时间 刺耳的声音响起 一辆豪车在楚云帆面前击杀 差点没吓死他 车窗摇下后 一位中年男子对着他说道 云帆 好久不见 楚云帆大吃一惊 叔叔 你怎么来了 来源正是楚家董事 楚藏风 他简短地说道 上车 有事找你 楚云帆上车之后 场面异常地寂静 他深知 自己一向被家族冷漠 不然也不会学艺 而不是从商 为什么叔叔会突然来找自己 楚天赐绑架了明星神娃 最后死于罗峰之手 现在楚家一片高速 楚云帆被带过来的时候 还一脸茫然 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走进灵堂 他发现 黑白照片竟然是自己表哥楚天赐 他惊叹 表哥他怎么会 他可是从小就被楚家全力栽培的继承人了 旁边的楚藏风一脸憤恨 他是被人杀害的 凶手就是那个罗峰 云帆 叔叔想将楚家的未来托付在你身上 你愿意吗 突如其来的问话 让楚云帆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可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了 这对自己来说 是一个天大的机遇 他当即五体投地 给自己叔叔磕了一个 在楚藏风看不到的地方 楚云帆冷笑 表哥 你真是死得好啊 不然哪有我上位的机会 楚藏风上前 将楚云帆扶起 云帆 作为楚家的继承人 第一件事 就是为你死去的表哥报仇 你能做到吗 楚云帆坚定地回答 当然 毕竟罗峰也是自己的敌人了 另一边 在回家路上的邱纸柔 脸上写满了失落 虽然他和罗峰说了 不会再打扰他 但是有多放不下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邱大师看出了自己孙女的仇私 开口问道 你还是放不下 邱纸柔正在走神 并没有听见自己爷爷的话 邱大师直接抓过邱纸柔的手 纸柔啊 原本你要追他的话 我也不反对 但是现在爷爷的想法不一样了 爷爷要求你一件事情 邱纸柔一论 爷爷怎么突然这么严肃 他问道 什么事 邱大师郑重地说道 那就是不要再靠近罗峰 更不要对他动气 邱纸柔不解 大声反问 为什么 爷爷的要求 令他难以接受 邱大师叹气 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你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在一起的话 不会有好处 邱纸柔连忙追问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邱大师没有明说 只是告诉邱纸柔 相信爷爷 爷爷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就在这时 一辆轿车突然冲出 拦在了邱大师他们车子前面 逼停了邱大师的车 猛烈的急杀 让邱大师察觉到了一样 他开口询问司机 怎么回事 司机回答 老爷 有人拦车 邱纸柔疑惑 有人拦车 是谁 身为邱家小姐 他还真没被人拦过车 探出车窗看去发现 竟然是楚云帆学长 他恭敬地走到邱大师车前 先鞠了一躬 然后开口说道 邱大师一直是我敬仰的学习榜样 我想求邱大师给我个机会 好好招待您一番 邱大师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答应了下来 虽然因为罗锋的一场 现在还有点不舒服 但是为了邱纸柔的未来 他还是要给一点面子的 毕竟楚家也不简单 听到邱大师同意了 楚云帆开口道 谢谢邱大师 我这就给您带路 他是邱家的掌上明珠 一心想要嫁给罗锋 却被罗锋无情拒绝 邱大师看出了邱纸柔的心思 告诫他 无论如何都不要接近罗锋 更不要爱上他 因为罗锋注定命运坎坷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罗锋这边 还在自顾自地做着训练 自己的命运是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他是一出生就被母亲厌恶的灾性 被师父带到远离世俗纷争的深山老林 拥有了真正的家人 学会了怎么笑 今天 罗锋的师姐们都不在 他自己跑出去大块朵银 旁边的工人大叔都看傻了 这小子看着白白净净 竟然比自己还能吃 吃得还这么快 就在这时 罗锋注意到了旁边的一个人 他的桌子上已经落了不少盆子 竟是和罗锋的食量相差无几 注意到 对面的小子好像在盯着自己看 于是很友好的打了个招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吃完了手头的东西 他看了看自己的余额已经俯胜无几 这点钱只够吃八分饱 不过没事 一会再喝点水就行了 罗锋像是看出了他的难处 对着他招了招手 哥们 我这边点了太多 有点吃不完 你能来帮我一下吗 这人一呆 不敢相信会有这种好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 罗锋十分热情 直接拉着他到了自己这桌 笑着对他说道 随便吃 我请客 之后两人开启了一场吃货大战 旁边的人无不惊叹 真是太能吃了 看得眼睛都花了 不行 要赶紧记录下来 绝对能火 两人又吃了好一会 小伙这才拍着肚皮打了个宝格 吃饱了 无狐 爽 随后他满眼惺惺地看着罗锋 谢谢你 你真是个好人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吃这么饱了 罗锋疑惑地问道 是因为工作不好找吗 他尴尬地挠了挠头表示 好找 我也愿意卖力 但是老板嫌我吃得多 不愿意管饭 罗锋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加个联系方式 以后你 说到这 罗锋一呆 因为他感受到 这个小伙的身体里 流动的力量甚至比自己还猛 难道他也是个高手吗 可他看起来傻乎乎的 也不像是装出来的 也许这份力量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 还没觉醒 小伙愣愣地看着罗锋 这个好人怎么顿住了 罗锋很快回过神来 他成功添加了小伙的联系方式 以后你有难处就找我 我肯定帮你 小伙十分感激地说道 谢谢 等到小伙离开后 罗锋的手机上 收到了乱七八糟的消息 不会吧 又是小黄油广告 我的手机号是不是被卖了呀 可是接下来手机里展现的内容 确实让罗锋瞳孔一缩 怎么会 另一边的楚家 楚藏锋怀抱着自己儿子的一项历史 爸一定不会让你白死 我不惜一切 也要让那个小畜生为你陪葬 就在这时 房门被推开 一道恶螺的身影扭了进来 我们身份特殊 入境需要费点心思 楚藏锋根本不听解释 废话少说 我儿子如果不是为了帮你们这个组织 完成什么狗屁任务 就不会被杀 你们打算怎么做 金发美女自信一笑 你只要把罗锋引过来就行了 剩下的交给我们 入夜后 罗锋独自一人来到了一处路灯下 他开口喊道 我来了 只有我一个人 话音落下后 一辆豪车迅速出现在罗锋眼前 罗锋举起了手机 把他们交出来 手机里竟然是 被绑住的邱芷柔还有邱大师 车上走下了那位金发美女 还有墨镜男 他开口说道 你跟我走 不要反抗 到了地方 我就放了他们 罗锋不傻 反问道 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他双手抱胸 十分自信地说道 你只能选择相信 罗锋也是一高人胆大 竟然真的束手就擒 便有两个墨镜男控制住自己 就在这时 空中传来了螺旋桨舞动的声音 我看谁敢 随着话音落下 罗锋的三位师姐从天而降 听一色的景深夜行一 你们是什么人 顾雪念第一个站出来 没有回答问题的打算 而是开口道 感动我的宝贝尸弟 你们今天一个都走不掉 接着 她的身形一闪而逝 来到了金发美女眼前 快 实在是太快了 金发美女根本来不及反应 她后知后觉的意识到 这是神行部 你们是七大绝学的持有者 不过 就算知道了也无济于事 她来不及反应 就挨了顾雪念一记颓服 无法左右占据的她 只能心中按道一声可恶 随后在顾雪念巨大的力量之下 被踢得不断后腿 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想要介事拉开距离 耳边却传来恶魔的低语 你想去哪 神婉儿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 金发美女条件反射地想要躲兵 可神婉儿已经出招了 只见她双手抓住了金发美女的脑袋 接着施展了一股巧劲 金发美女无力抵抗 被抛飞在空中 身体控制不住地旋转 神婉儿大叫 二师姐 接球 慕容小小扶了扶眼镜 将飞来的女人踩在脚下 还夸奖了神婉儿一生 做得不错 对于另外的墨镜男 神婉儿直接暴力出击 简单两拳 就打得他们倒地不起 即使被慕容小小踩在脚下 金发美女还是不由地感叹道 这就是真正的七大绝学传承者了 太强了 眼看场面已经近在掌控 罗峰生怕几位师姐下狠手开口说道 师姐 别杀她 邱芷柔和邱大师还在她手里 神婉儿微微一笑 打开了手机 你放心 然后将手机里的画面递给罗峰 大师姐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 顾雪念可不管别人 她紧张地来到罗峰面前 小峰 你怎么样 没有受伤吧 罗峰二话不说 扑进七师姐的怀抱 七师姐 幸好你们来了 顾雪念脸颊微红 臭小子 这时候还想着开游 慕容小小相对稳重 还在盯着这伙人 她开口问道 姐妹们 要怎么处理他们 神婉儿答道 听她言谈间 似乎也是奔着七大绝学来的 带回去给大师姐审罢 这时 金发美女得意一笑 你们休想 一滩鲜血自她口中流出 她已经没了气息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墨镜男 也是一样的做法 根本不考虑自己的生死 慕容小小眉头紧重 第一次是六师妹 这一次是小峰 下一次呢 这件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作为当事人的神婉儿 自然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她开口询问 师姐 你有什么想法吗 慕容小小微微一笑 海外的水 当然要有海外势力的人来处理 罗峰一听脸黑了 不会是要我联系三师姐吧 慕容小小刺这个大雅 老三性格孤僻 我们都跟她合不来 神婉儿也帮枪 她只听你的 当然要你出马了 画面一转 来到了海外的某处神秘基地 这里喝枪实弹 守卫森严 一个金发男子 对着眼前的娇小女人说道 头 这样会不会太乱来了 华夏可是禁止一切地下势力踏足的 女子不管不顾 坐上了直升飞机 你要是怕了就留下 金发男子赶紧开口 你可是我们的老大 你要去 我们当然得跟着 只是咱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过去 不太好吧 女子双手抱胸 不用担心 会有人给我们开绿灯的 金发男子一愣 老大 你在华夏军部还有门路的吗 女子微微一笑开口说道 我大师姐 白双凤 隔天 顾雪念带着罗峰出门 对她说道 大师姐已经 把准备潜逃的楚云帆和楚藏风抓住了 邱大师他们的情况也很稳定 这件事暂时告一段落了 小峰 要不你去考个驾照吧 想要什么车都行 七师姐给你买 罗峰贴过头 才不要吗 坐车多美 顾雪念笑骂道 你这个臭小子 就是懒的 突然车子面前窜出来一个人 罗峰大喊 七师姐小心 顾雪念大惊 怎么会突然有人闯出来 连忙猛打方向盘 踩死刹车 可终究没来得及 砰的一声 突然出现的人被撞飞了起来 车内罗峰和顾雪念对视了一眼 这下糟了 随后两人赶紧下车 来到了车前 发现被撞的人已经倒在了地上 好在他还有反应 比罗峰的心理预期好上一点 罗峰担心地蹲下身询问 你怎么样要不要带你去医院 两人对上眼后 罗峰发现 这不就是自己前不久刚家的兄弟吗 竟然会有这种巧合 就在这时 一辆车子在三人面前击杀 吸引了罗峰和顾雪念的注意力 车子停下后 下来了几个气势汹汹的黑衣壮汉 他们开口骂道 跑啊 不是挺能跑的吗 上 把他带走 罗峰跳了出来 拦在他们身前 你们是谁 黑衣壮汉一愣 怎么还有人掺和进来 他来到罗峰跟前 指着小黑娃说道 这是我朋友 用不着你在这多管闲事 给我滚开 看到罗峰为自己站了出来 黑娃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对着罗峰说道 救救我妹妹 他们抓了我妹妹 舅舅 说这话的时候 他浑身都在颤抖 终于还是扛不住伤势 话都没说完就昏了过去 顾雪念贴近罗峰问道 小峰 你认识这个人 罗峰回道 七师姐 这是我朋友 黑衣壮汉懒的浪费时间 对着身边的人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把这家伙带走 顾雪念转身飞踢 踢得他倒飞而出 小峰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敢 领头的被揍了 小弟怎么可能做事不管 他冲到顾雪念身后 大喊一声找死 一巴掌拍了下来 可他们对顾雪念的实力一无所知 就算是穿着高跟鞋和包臀裙 也不影响顾雪念侧蹬腿 一脚过后 顾雪念优雅站定 而那个黑衣壮汉 直接飞出鸡米远 丧失了战斗力 他鼻青脸肿地看着顾雪念 眼中满是惊恐的神色 想要开口放狠话 却又卡在喉咙口不敢说出来 顾雪念双手插腰 开口说道 看什么看 还不快滚 这群黑衣壮汉 自知不是顾雪念的对手 只能匆匆撤离 临走还不忘放狠话 你们给我等着 显然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黑娃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穿上了病号服 躺在医院里了 看到黑娃有了动静 顾雪念开口说道 你醒了 黑娃第一时间起身 抓着顾雪念的手哀求道 我求求你救救我妹妹 顾雪念告诉他 我们已经查到你妹妹的下落 别慌 小风已经赶过去了 此时 偏远郊区的某个仓库中 一位双马尾少女面前 站着的黑衣男子 他坏笑着来到少女的面前 对着他说道 别害怕 你哥哥一会就到了 话刚说完 仓库的门被推开 他的手下说道 二爷 没抓住那小子 有人碍事 二爷满不在意 当着小女孩的面说道 那就算了 以后再灭口吧 吓得小女孩花容失色 接着他蹲下身 捏着小女孩的下巴 抬起了他的头 我家小姐眼睛不好 辛苦你发挥一下 助人为乐的精神 捐献一下你的眼角膜 少女声音颤抖地回答道 那我不就瞎了吗 二爷笑得越发阴冷 你不想瞎吗 那也没事 我可以直接让你死了 再自己取 说完他就准备对少女动手 吓得少女闭上了眼睛 突然 啪的一声 二爷的手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 他愤怒地转头 谁敢对老子出手 不要命了 只见门口站着罗锋 小石子在手中抛起又落下 嚣张地说道 是你爷爷我 二爷一惊 怎么会是陌生人 门口的保镖呢 都吞了哪去了 罗锋扭了扭手腕 我都让他们午休了 接下来轮到你了 这话气得二爷火冒三丈 直接掏出了枪 那群不中用的废物 你在敢动老子逼了你 罗锋则是淡定地 甩出了手中的小石子 搜的一下 小石子飞速射出 不偏不已地击中二爷的右手 吃痛之下 二爷的手枪被甩飞了出去 面对没有威胁的二爷 罗锋缓缓来到他的身前 冷声说道 给你个选择 你自己的命 换小女孩的命 男人强行掳来小女孩 想娶走他的脚模 却没想到 罗锋突然闯了进来 还轻易地拿捏了自己 二爷愤怒地质问 你到底时候什么人 罗锋并不打算告诉他 应付地说道 热心市民而已 这个答案二爷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不过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形势没人强 他只能姑且撤腿 无奈地说道 好吧 人归你了 心里想着 得赶紧再找个别的捐献者 接着他也没有浪费时间 在罗锋的目送之下 飞也是地离开了 眼前的事情解决了 罗锋上前扶起小女孩不怕 我带你去找哥哥 小女孩却问 你认识我哥哥 那你说 我哥哥叫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罗锋一愣 坏了 自己还真的从来没问过他名字 只知道他的微信秘称 罗锋试探性地说 是黑娃 小女孩喜笑颜开 没错 那就是我哥哥 前温馨的画面 罗锋对着顾雪念说道 我想把这件事情彻底解决 顾雪念说道 这意味着你要正面面对 掌握龙城灰色产业的魁首 龙家 龙城岁月KTV 在龙城知名度相当高 也是龙家的产业 此时 二爷正在其中 旁边一位颜值出众的美女 满脸堆笑地主动给他递酒 显然抱着点别的心思 他的全名叫做龙二 是龙家的刽子手 他现在心情十分不爽 这次碰到个硬茶 要怎么跟大小姐交代呢 可就在这时 让他更不爽的事情来了 一个手下匆匆来抱 二爷 那小子又来了 我们拦不住他 龙二一听 什么 这家伙竟然还敢主动找上门 话音刚落 罗锋已经很自觉地闯进来了 还微笑着给大家打了个招呼 龙二不由地尬笑 这么快又见面了 不会是缘分吧 他旁边的女子也是心中吃惊 竟然能让二爷正不尽 罗锋懒得废话 直接开口说道 别说些没用的了 我要找你们龙家的管事 让他出来跟我说话 龙二还没开口 小弟就跳了出来 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我们大小姐是你说想见 就能见到的吗 罗锋没有理会 而是对着龙二微微一笑 你怎么看呢 龙二原本阴沉的脸 此时也笑了起来 他挥了挥手 旁边的女子就赶紧跑了出去 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紧接着 龙家的打手纷纷进入了包厢 龙二得意地开口说道 我是不想再找你麻烦的 但是既然你自己上门了 那也就不怪我了 白天你搞偷袭 站进了上风 我不得不退 现在你在我的地盘放肆 就要付出代价 一边说着 龙二一边往门外走去 见我家大小姐 简单 只要你能从这些人手中活下来 我就带你去 随着砰的一声 包厢的门关上 接下来就该好戏上眼了 罗锋也不在意自己被包围了 他扭了扭手腕 开口说道 看来还是要以礼夫人 打成共识啊 不多识 包厢的门就开了 龙二以为自己的人已经拿捏了罗锋 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已经解决了 可看清里面的情形之后 龙二愣住了 只见罗锋毫发无伤地站在自己面前 开口说道 都解决了 我们走吧 而自家的打手都躺在地上哀嚎 龙二这下真的傻眼了 自己一根烟都没抽完 他竟然一个人解决了这么多人 他心想 一定不能让这个家伙 见到大小姐 否则的话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道悦耳的女生传来 不错 你很不错 我就是龙依然 听说你要找我 来人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 然而如此颜值 却压不住他长期身居高位 所培养出来的气质 他主动来到罗锋身边 对着他说道 我们坐下来喝杯茶如何 罗锋根本不带怕的 好 你带路 龙二脸色黑了下来 果然 自己的猜测应验了 大小姐也曾用那样的眼神看我 但现在他的眼里 已经没有我的存在了 罗锋和龙依然来到了一处典雅的房间 两人跪坐这瓶茶 龙依然对罗锋很感兴趣 开口说道 我们可以慢慢品茶 慢慢谈 房间外的龙二看着这一幕 恨得咬牙切齿 就在这时 一名龙家的下人来到了龙二面前 二爷 二小姐有请 龙二心里有了打算 大小姐 既然你眼里已经没有我了 就别怪我给我自己找退路 龙依然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头号手下背叛 在见识到罗锋的能力之后 他主动邀请罗锋品茶 眼中的欣赏毫不掩饰 可是看到这一切的龙二 脸色十分难看 他知道 有了罗锋以后 自己在大小姐这里将无足轻重 恰巧这时 龙家二小姐邀请 龙二也下定了决心 大小姐 既然你眼中已经没有我 那就别怪我给自己找退路了 罗锋这边对着龙依然 直截了当地开口 黑娃和他妹妹是我朋友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招惹他们 龙依然微微一笑 罗锋弟弟 我是生意人 不做亏本的买卖 我花了不少人力物力才找到了 这对合适的角膜 你空口白牙的 就让我放弃 不合适吧 听到这 罗锋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要代价的话 自己师姐们有的是钱 他开口问道 多少钱 你开个架 听到罗锋这话 龙依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身子微微前倾 对着罗锋说道 我要你 听到这话 罗锋可吓坏了 什么 你要我的眼角膜 龙依然无语 这个木头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罗锋看着龙依然的眼神 更加警惕了 这个家伙 果然是看上自己的眼角膜了 无奈之下 龙依然解释道 我身边一直缺个真正的高手 罗锋弟弟 你是否愿意陪在我的身边 为我工作呢 金钱 地位 权利 只要是我能给的 我全都会给 我可以保证 你一跺脚 整个龙城都要阵三阵 说这话的时候 龙依然的语气无比骄傲 罗锋总算明白了龙依然的意思 他回答道 那可不行 我师姐们要我吃软饭 不让我出来工作 龙依然一听 兴致更高了 师姐们 一个罗锋都厉害成这样 他的师姐也一定不差 如果能把他的师姐们 都召唤到我的身边 那岂不是 想到这 龙依然开口说道 那如果我把你的师姐们 都招揽到我的身边呢 听到这话 罗锋笑着摆了摆手 不可能的 他们看不上你这个小小的龙家 罗锋这话让龙依然有点不自然 这个家伙竟然说小小的龙家 自己真是被人小瞧了 但是绝佳的个人素养 还是让他冷静了下来 他继续寻寻善用 总要试一试吗 你可以回去考虑考虑 这是我的名片 罗锋直接把龙依然递过来的名片 给推了回去 不用考虑了 不可能的 再三被拒绝 龙依然再怎么能忍 也已经临近爆发边缘了 他开口说道 罗锋弟弟 你确定 罗锋直接起身 我确定 你不要钱的话 我也没办法 反正你必须放弃黑娃和他的妹妹 听到罗锋这话 龙依然大笑 你敢命令我 哈哈哈哈 接着他猛的一拍桌子 门外立刻闯进来几个持枪的墨镜大汗 显然他们一直等在门外 他们来到龙依然身后 抬枪对着罗锋 龙依然缓缓开口说道 别不识他一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或者为我做事 或者死 他两个都不选 顾雪念推开了门 只身闯了进来 龙依然一惊 顾雪念 你怎么来了 不对 龙依然瞬间联想到了 难道 你就是罗锋弟弟的师姐 顾雪念没有回答 但是答案任谁都应该知道 他对着罗锋说道 小锋 回家了 罗锋乖乖跟上 临走时 还对着龙依然说道 黑娃和他妹妹是我朋友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如果你敢再动他们 我不会放过你的 即使有顾雪念撑腰 龙依然依旧不以为意 他龙家可不比顾家差 龙依然悠悠地说道 那我们走着瞧 在外面 顾雪念顾及罗锋的面子 对罗锋说话还算正常 可是回到家后 顾雪念气冲冲地往前走 根本不想理罗锋 罗锋看出来了顾雪念的情绪 开口问道 七师姐 你生气了 顾雪念双手抱胸 你本事大了 敢一个人跑到龙家的地盘 和龙依然叫板 听到顾雪念的话 罗锋有点心虚地挠了挠头 顾雪念继续说道 如果刚才我没有出现 必然要发生流血事件 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 罗锋沉默 缓缓开口 七师姐 我不想总是麻烦你 有的事情 我能够自己解决 听到这话 顾雪念直接就抱走了 他揪着罗锋的耳朵 你不麻烦我 你想麻烦谁 罗锋连练求饶 哎呦 七师姐 轻点 麻烦你麻烦你 我就是要麻烦你 幸亏顾雪念及时出现 那你想麻烦谁 总之龙依然不会再去招惹你朋友了 你也不要再去见他了 明白了没有 看着气头上的顾雪念 罗锋乖乖地回答道 好的七师姐 洗完澡后 罗锋开始自我反思 这次确实是冲动了 让七师姐担心了 结果衣服都还没来得及穿 顾雪念就进来了 罗锋又急又羞 七师姐 你怎么总是这样 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都还没穿衣服呢 顾雪念并没有理会罗锋的害羞 而是一脸认真的说道 小锋 我今天真的很生气 七师姐真的很担心你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损伤 让整个龙家甚至龙城付出代价 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着七师姐的肺腑之言 罗锋深感自责 他开口道歉 对不起 七师姐 谢谢你 是我不好 害你担心了 说完这话 某种气氛在两人之间酝酿 顾雪念开口问道 小锋 你喜欢七师姐吗 罗锋没有意识到顾雪念的意思 开心地说道 你是我师姐啊 我不喜欢 我喜欢谁 顾雪念的眉宇之间 生出一抹淡淡的忧伤 就只是因为 我是你师姐吗 说完也不给罗锋反应的机会 顾雪念就这么亲了上去 罗锋瞪大了眼睛 迟迟没有回过神 亲完之后 顾雪念满怀期待地询问 小锋 有感觉吗 罗锋看着眼前的七师姐 有点手足无措地说道 有什么感觉啊 我说七师姐 这可是我的初吻啊 哎呀 我困了 七师姐 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说着 罗锋假装打了个哈欠 罗锋这话真是给顾雪念气坏了 他转身就走 嘴里轻声骂道 你这个木头 殊不知 身后的罗锋 表情一变再变 顾雪念都做到这份上了 罗锋又怎么会不知道顾雪念的心意 他喃喃自语道 七师姐 没办法 我现在真的不想与你纠缠了 第二天 罗锋和顾雪念正吃着早饭 顾雪念接了个电话 嗯嗯 龙依然 行 我知道了 大块朵一的罗锋 敏锐地捕捉到了龙依然三个子 开口问道 七师姐 龙依然怎么了 顾雪念开口说道 龙依然手下的龙二 就是你见过的那个二爷 背叛了龙依然 转而投靠了二小姐龙罗兰 他们与龙家董事联手 以龙依然眼疾为由 把他赶下了台 让龙罗兰上位了 听完这话 罗锋陷入了沉默 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 顾雪念开口询问 怎么 心疼了 昨天晚上他还用枪指着你呢 罗锋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现 才让龙依然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有点过意不去 看到罗锋这么关心龙依然 顾雪念不满地说道 别这么心软 现在的龙依然 肯定恨不得把你抽筋八匹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 别再去招惹他 罗锋爽朗一笑 知道了 七师姐 此时的酒吧 龙依然独自一人坐着喝酒 她的事情传开了 所以各种歪瓜裂枣的胆子也大了 他们小声讨论 那不是龙家大小姐吗 据说失事了 我看离失智也不远了 去搭讪一下怎么样 就在这时 罗锋的身影出现在龙依然的身边 你不该如此颓废 龙依然疑惑抬头 她没想到现在的情况 还有人会主动接近自己 看清来人是罗锋 她微微一笑 哦呦 是罗锋弟弟 你居然敢来找我 不怕我把你失了 接着 她又伸手挑起了罗锋的下巴 你说 我该从哪里开始下嘴呢 她现在这个状态 显然已经自暴自弃了 没等龙依然的下一步动作 顾雪念出现 龙依然 你给我放开她 她反而还住了顾雪念的脖子 怎么 生气了 那我不理她 你陪我好不好 这话说得围观众人心潮澎湃 他们不敢相信 龙依然竟然男女通吃 真是刺激了 这画面有点美 我想加入这个家庭 龙家大小姐竟然抱住了顾雪念 对着她说道 你陪我好不好 围观群众和罗锋都看待了 这画面实在太美 根本挪不开眼 顾雪念毫无感情地推开了龙依然 对她说道 你够了 龙依然委屈地拿起酒杯 不陪我就算了 这下轮到顾雪念傻眼了 这家伙 她一把抢走龙依然的酒杯 你这么喝 就不怕眼急恶化吗 龙依然满不在意地说 没关系的 反正我现在失试了 爸爸也不理我了 吓了也不会有人关心的 接着 她又伸手 想要从顾雪念的手中拿回酒杯 或许这就是咱们的悲哀吧 亲情 友情 爱情都是奢侈品 龙依然说出这话的时候 顾雪念沉默了 没有反驳 或许在她看来 事实也确实如此 龙依然拿回酒杯之后 一饮而尽 行了 我就不在这碍眼了 喝完她起身向外走去 临走还给罗峰屁股上来了一下 突如其来的动作 吓得罗峰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的罗峰赶紧开口 你等等 听到罗峰的声音 龙依然停下了脚步 她不知道罗峰什么想法 还是习惯性地调戏罗峰 怎么 你想跟姐姐回家探讨人生吗 罗峰则是一脸严肃地说 如果我能治好你的眼睛 你能不能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做那些 罗峰一脸坚定 没有改口的想法 龙依然则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她来到罗峰面前 紧张地说 如果你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什么都听你的 罗峰文言也没有废话 直接上手替龙依然检查眼睛 之前我就看出来了 你这眼睛是遗传病吗 龙依然回答 对的 我龙家的老太爷就有 隔背遗传到我的身上 我已经换了三次眼角膜了 每次不到一年 就开始复发 检查过以后 罗峰收回了手 你的问题根本不在眼睛 而是在神经 我师父治过这个病 但我没试操过 把握也不太大 龙依然当即表示 我距离变成瞎子 也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你有办法 你随便试 不管结局怎么样 我都接受 顾雪念着急拦在罗峰和龙依然中间 龙依然 他医术一般 都没试操过 你还真让他弄啊 他这表现 很显然不想让罗峰出手 龙依然根本不在意顾雪念说的 他对着罗峰开口 罗峰 你一定要救救我 只要你治好我的眼睛 罗峰说道 小峰 你如果真的治好了龙依然的眼睛 龙罗峰一定会疯狂对你下死手 你真的要卷入龙家内斗的漩涡吗 罗峰知道 顾雪念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 他微微一笑说道 奇师姐 师父常说 医者人心 如果我有能力治好它 也能让龙城百姓变得更好 我愿意尝试 这套说辞 顾雪念实在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他生气的双手抱胸 你真是 不听话 那你想怎么治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大小姐 你真是失了痣啊 你竟然相信 这小子能够治好你的眼睛 三人的视线纷纷被吸引 探亲来人后 龙依然愤怒起身 龙二 就是因为你背叛我 向龙家泄露我的眼疾 才让我落到这个地步 龙二鼻孔看人 对着龙依然说道 大小姐 以前你只把我当作你的一条狗 现在你看我的眼神倒是热情了 龙依然微微一笑 能成为龙家画世人 他的智商还是在线的 他开口说道 你今天能背叛我 明天就能背叛龙罗兰 你以为龙罗兰真的会信任你吗 等他利用完了你 你就 话还没说完 龙依然就被龙二掐着脖子提了起来 龙家实力为尊 你没有了利用价值 屁都不是一个 还敢对我指指点点 说完 龙二一拳打在龙依然腹部 打得他口吐鲜血 他顺势放开了手 被打得龙依然摔倒在地 全场都是龙二的笑声 哈哈哈哈 他贵为龙家的大小姐 是龙家的画世人 却被自己的头号手下背叛 如今虎落平阳 龙二直接掐着他的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顾血念看到这一幕 眼神变得冰冷 龙家的人 还真是冷血到了极点 罗锋上前扶起 被龙二甩飞的龙依然 故作疑惑地问道 奇怪 这家酒吧不是严禁宠物禁殿吗 怎么有条狗 一直在吟吟狂吠啊 龙二一听 就知道罗锋是在说自己 他怒火中烧 你在说谁是狗 罗锋将龙依然扶到吧台上 最后冷冷一笑 谁硬谁是狗 愤怒的龙二很快冷静了下来 别以为你能打就了不起 龙家想要杀你 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行了 休的一下 罗锋出现在了龙二身前 啪的一声 龙二挨了一巴掌 脸上还写满了不可置信 摔倒在地的他 还没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处境 你竟敢对我出手 罗锋的表情十分危险 狗东西 信不信在龙家动我之前 我就先把你骨灰都养了 龙二只能转头看向顾雪念 顾总 你这样纵容你的尸体 不怕萤火上身吗 顾雪念冷冷一笑 你以为龙罗兰会为了你这种家伙 得罪我顾家 而且 你竟然以为我顾家怕你龙家 要不要我现在就给龙罗兰打个电话 看他是会为了你跟我翻脸 还是让我师弟把你骨灰养了 只要我开心就好 龙二总算明白什么情况 但是他依旧嘴硬 很好 我们走着瞧 说完就想逃走 眼看到了门口 罗锋出声了 我其实姐有同意你走了吗 这下龙二彻底慌了 你还想干什么 回应他的 是罗锋迅速拉近的身影 搜的一下 罗锋动用了神行步 等到龙二发现的时候 罗锋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情急之下 他条件反射地挥出一拳 被罗锋轻易躲过 怎么 你还敢动手 说完 罗锋毫不留情地一记吸鼻 龙二直接丧失了战斗能力 剧烈的疼痛 使得他的身体攻成了一只虾 接着 罗锋拎着龙二 来到了顾雪念的身前 信手一甩 龙二摔倒在了顾雪念的脚边 顾雪念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放完狠话就想走 你是不是漫画看多了 刚刚还高高在上 气凌龙一然的龙二 此刻被顾雪念踩在脚下 没有骨气地连连求饶 是我错了 求顾小姐饶了我 看到龙二这样子 顾雪念都不想脏了自己的手 一脚将他踢开 冷声说道 滚吧 得到了顾雪念的允许 龙二第一时间溜之大吉 他深知 如果自己不知好歹地放狠话 可能今天就交代在这了 处理完龙二 罗峰询问龙一然 你怎么样 需要陪你去医院吗 龙一然面无表情地说道 没事 我先走了 看着龙一然离去的背影 罗峰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心里知道 龙一然怎么可能会没事 他的自尊心 可是和七师姐一样的极强啊 看出来了罗峰的担心 顾雪念拉住了罗峰 让他静静吧 等他情绪恢复后 会主动找你的 三天后 顾雪念看着窗外准备出门的罗峰 这个家伙 果然还是要去给龙一然治眼睛 明明都跟他说过了厉害关系 他还是要去的话 就随他吧 让他自己去应付龙家的内斗吧 我才不管他 很快 罗峰就来到了龙一然的住所 他轻轻敲了敲门 龙一然亲自给罗峰开门 今天他穿得很是朴素 对着罗峰温和地笑道 欢迎 我的小大夫 进门之后 罗峰询问 这里应该没人办 龙一然回答道 按照你的要求 这里只有我 随着房门咔哒一声关上 罗峰的治疗开始了 足足三个小时过去了 罗峰一脸憔悴地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龙一然紧随气后跟了出来 他一脸担心地问道 小峰弟弟 你怎么样 为我治病 竟然消耗这么大 罗峰摆了白手表示没事 你神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回去歇一回就好了 走出龙一然家之后 罗峰发现宅邸门口 停着熟悉的豪车 七师姐更是早早就撑着伞 在雨中等候了 罗峰憔悴的脸上 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七师姐 你怎么来了 顾雪念当即转身 问题真多 还不上车 罗峰笑哈哈地说道 七师姐果然最疼我了 罗峰敲开了龙家大小节的门 龙一然一声变中地等着他 随后 罗峰向龙一然再三确认 家里确实没人吗 龙一然开口 按照你的要求 只有我 随后罗峰跟着龙一然进了房间 足足三个小时 罗峰一脸憔悴地出来了 整个人都仿佛被炸干了 走出了龙一然的家门 顾雪念早早地就在门口等着罗峰了 虽然 他还在生罗峰的气 但还是架不住对罗峰的担心 龙家二小姐 龙罗兰这边 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听着龙二的汇报 龙罗兰再度确认 那个罗峰去了姐姐的住处 龙二种着个脸答道 是的 二小姐 龙罗兰陷入了沉思 难道他真的能治好姐姐的眼睛 不可能 当年老太爷变访明依 治了一辈子都没治好 他一个小年轻怎么可能治好 龙二十分紧张 因为万一龙依然康复了 自己肯定第一个遭殃 他开口道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不如直接送他上路 咱心里踏实 说着 还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龙罗兰脸色一变 放肆 那毕竟是我亲姐姐 轮得到你指手画脚 龙二吓得匍匐在地 不停磕头 对不起 是龙二唐突了 下一秒 龙罗兰又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 瞧把你吓得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但手脚一定要干净 绝对不能查到我身上来 听到这话 龙二再三保证 二小姐放心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转头 龙二拨通了一个电话 我这有个活 你多少钱接 听到对面的数字 龙二直接答应 成交 我希望三天内 龙依然和罗锋 在这世上永远消失 龙依然虽然失势 但是好歹还有自己的班底 他的手下收到了消息 大小姐 二爷派来的杀手 就快要找到这了 你得赶紧走 龙依然惨然一笑 若大哥龙城 却没有我龙依然的生存之地 真是可笑 墨敬南安慰他道 大小姐 你的能力龙家的董事会高层 都是认可的 只要你能坚持到眼疾痊愈 龙罗兰就不敢拿你怎么样了 就这样 龙罗兰被推上了车 同时车门也被关上 龙罗兰发现 墨敬南没有进来 他开口询问 你怎么不上车 不跟我走 墨敬南说道 当年如果不是大小姐收留我 我早就横死街头了 今天也到了我报恩的时候了 不等龙依然得到想要的答案 车子就发动了 墨敬南待在原地挥手告别 龙依然询问开车的老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头开口 大小姐 你想要活着离开龙城 必须有人去引开他们 龙依然无奈地接受了当下的事实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秦龙 今年38岁 跟了大小姐六年了 龙依然喃喃道 秦龙 好名字 我却现在才知道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思绪如何翻译 沉默了好一会 龙依然开口 开快点 不要让秦龙白白牺牲 殊不知 另一边的楼房里 一个男人手持望远镜 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他的评价是 太愚蠢了 随后 他转头说道 老大 真正的目标在那辆越野车上 他口中的老大是个银发男子 只给出了简单的两个字 行动 咚咚咚咚 天还没亮 顾雪念的家门就被人敲响 他和罗锋迷迷糊糊地跑出来开门 却发现 来人是秦龙 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龙依然身边的人 他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向两人求救 去救救我家大小姐 没想到龙罗兰和龙二 竟然雇佣了海外杀手 来对付大小姐 接着 他递出了一个手机 上面有着定位 这是大小姐的位置 快去 说完这些 秦龙耗尽了回光返照的所有力气 手无力地落下 告别了这个世界 罗锋从他手中接过了手机 看着上面的定位 寻找龙依然的位置 顾雪念拉住了他 你不能去 你给龙依然只眼睛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龙家的内斗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罗锋没听 他笑着说 我当然要去 不然我就白治好他的眼睛了 说着 罗锋身形一动 已经来到了门口 顾雪念大喊 可是你的身体还没好 罗锋挥了挥手 不用担心我 龙依然遗传了龙家老太爷的眼睛 电访名义都没有治好 罗锋出手之后 却轻松根治 痊愈只是时间问题 偏偏龙罗兰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同意了自己手下的想法 准备对龙依然下死手 龙依然早早得到了消息 准备开车逃亡其他城市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车子的轮胎被追兵打爆 司机磕得头破血流 两个佣兵将龙依然的司机拽了出来 一枪受了他的命 随后打开了车子后座 找到了本次行动的主要目标 龙依然本人 佣兵首领抓住龙依然的手 将他拖出了车子 探见他的面貌之后 轻挑一笑 倒是比照片上好看不少 龙依然临危不乱 你们是龙罗兰派来的吧 他给了多少好处 我可以十倍给你们 佣兵首领将龙依然甩给刀疤脸 不好意思 我们这行也是有职业道德的 带走 第二天 龙依然就被送到了龙二这里 龙二看到了佣兵组织的车 满意的说道 不愧是专业的 效率真高啊 佣兵首领将龙依然带下了车 对着龙二说道 人我给你带来了 另一半用金立刻转给我 龙二没有犹豫 对他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些钱完全可以接受 收到了钱的佣兵首领也很满意 到账了 以后有需要再联系我 交易完成 佣兵首领就和刀疤脸离开了 车上 刀疤脸开口 老大 这个女的长得不错 就这样被杀了实在可惜了 应该先让咱们爽一爽的 佣兵首领则比较冷静 这里是佣兵禁地 如果不是用金足够诱人 我不会带你来的 女人到了哪里都有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拦在了他们的车前 来人正是罗锋 他的表情十分冷漠 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龙一然怎么样了 佣兵首领疑惑地询问 难道这也是那个女人的手下 刀疤脸不以为意 一个小孩子而已 我们还怕他不成 说完他就下车 对着罗锋说道 小子 你够厉害呀 怎么追到这里来的 罗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问 你们带走的人呢 刀疤脸咧嘴一笑 已经交给雇主了 接下来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你小子 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刀疤脸一愣 你这臭小子 竟然敢无视我 罗锋回头 冷冷一笑 你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还有什么好看的 听到罗锋这话 刀疤脸气急反笑 掏出匕首朝着罗锋跑去 想死是吧 我成全你 罗锋一动不动 任由刀疤脸不断靠近自己 下一刻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刀疤脸身后 双手搭在刀疤脸的头上 随后一拧 咔的一声传来 刀疤脸失去了呼吸 拥兵首领一看 顿时意识到大事不好 竟然碰到了这种高手 赶紧驱车准备逃命 罗锋不紧不慢 又脚猛地蹬地 震起不少石块 看着启动的车辆 罗锋喃喃自语道 想跑 问过我了吗 之后 也没看见罗锋做了什么 只见被罗锋震起来的石块飞射而出 接连不断地砸在车上 车子很快就报废了 失去了动力 拥兵首领不得不汽车跑路 待在车里必死无疑 然而 还没跑出多远 一颗石块飞过 他也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银发男看着罗锋的表现 由衷地赞叹道 少爷 你猎取生命石 竟然如此平静 越来越有家族的风范了 罗锋转过了身去 同时开口说道 我承认我有些享受杀戮的感觉 但我并不想这样 龙二这边 抓住龙依然的第一时间 就强行将他带进了房间 一把摔在床上 接着他又俯身压了上去 我知道你还没有成长过 杀你之前 我先让你知道 做个女人是什么滋味 龙依然知道了他的想法 开口大喊 龙二 如果今天我没死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可是当下的情况 威胁怎么可能有用 反而激起了龙二的暴力情绪 啪的一声 他甩了龙依然一个巴掌 你还敢威胁我 在龙依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龙二一把撕碎了他的衣服 迫不及待地凑了上去 他贵为龙家大小姐 却被曾经的得力助手压在身下 见龙依然奋力挣扎不可配合 龙二直接甩了他一个耳光 趁着龙依然还没反应过来 龙二强行撕开他的衣服 龙依然惊慌大喊 我要杀了你这个畜生 我发誓 可龙二不为所动 笑得越发变态 叫吧 叫大声点 接着伸出舌头 想要品尝龙依然满是胶原蛋白的翘点 关键时刻 罗锋找过来了 看到龙二的行为 罗锋十分不齿 龙二 你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吗 听到罗锋的声音 龙二呆住了 他急忙转身 发现来人确实是罗锋 他慌了 罗锋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罗锋休得一下 闪现到龙二身旁 你也有我自然有办法 说完 罗锋单手一挥 将龙二先飞老远 不受控制的脑袋着地 发现龙依然的状况 罗锋脱下了自己的衬衫 龙依然双手护在胸前 表情还有点疑惑 罗锋要干嘛 却见罗锋都不曾转身 直接将自己的衣服扔给了龙依然 应该 还有力气自己穿衣服 明白了罗锋的意思 龙依然动作很快 换上了罗锋的衣服 遮住了自己炸蟹的春光 即使罗锋的衣服大了以后 也难以遮掩他傲人的身材 他愤怒地开口 我要杀了这个家伙 可刚要起身 却一个亮墙 昨晚以来 他都未能好好休息 一时之间有点体力不支 好在罗锋及时上前将他接住 他无力地趴在罗锋的肩膀上 罗锋对着他开口道 冷静点 留着他一条命 对付龙罗兰不是更好 罗锋的话 让龙依然恢复了理智 你说的对 先带我离开这把 下一刻 罗锋拦腰将龙依然公主抱起 龙依然一惊 自己还从来没有 和哪个男生这么亲密过 他紧张大喊 喂 你这是干什么 罗锋一脸茫然 难道你自己还能站得住 还能自己走路吗 龙依然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 别过脸说道 那你就动作快点吧 没多久 罗锋带着龙依然来到了 一家酒店的高级套房 罗锋再三询问 你确定不去医院 只是找个酒店临时休息 龙依然在罗锋的搀扶下 来到了沙发上 我想在自己眼睛彻底痊愈前 尽量低掉鞋 所以刚才用的是你的身份证 登记开房 罗锋黑黑一笑 是啊 前台看你的眼神 真的有点奇怪呢 龙依然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接着罗锋又问 你们为了争权夺利 搞得遍体鳞伤 何必呢 这个问题让龙依然的脸黑了下来 你不懂 我既然身在龙家 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不让自己强大 就只有被别人吞噬 所以 就算是牺牲别人也没有关系吗 罗锋反问 那个掩护你的保镖死了 你应该知道的吧 听到这句话 龙依然一时雨色 他当然知道 行龙选择留下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沉默了半晌 他开口道 那是他应该做的 说完 他就走进了浴室 光的一声 浴室门被他用力关上 龙依然的情况 但罗锋也陷入了思考 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家族 是不是和现在的龙依然一样 浴室中的龙依然 尽情地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思绪不断回答 我早就用钱买了他的命 他为了保护我而死 也是死得其所 我龙依然可不是什么善良的圣人 跟了我 自然早就会想到这天 但是秦龙 龙依然眼神无比坚定 默默做出了承诺 你放心 我答应了你 我会重新执掌龙家 我就一定会做到 又过了好一会 龙依然洗好了头 裹着浴巾就走了出来 他对着沙发上的罗锋说道 你回去吧 我自己可以的 罗锋无奈叹气道 我可是不顾我七师姐的反对 执意来救你的 他现在肯定在气头上 我可不敢就这么回去 说着说着 罗锋直接躺在了沙发上 你先收留我几天 顺便我也好保护你 龙依然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为了我做到这份上 实实的我 已经没办法对你许诺任何好处了 难不成你喜欢我 也不对 你似乎对我没有任何欲望 罗锋惬意地躺在沙发上 你就当我是日行一扇吧 罗锋第一次带到酒店高级套房的女生 竟然是龙家大小姐龙依然 他洗完澡出来说道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可以的 罗锋却让龙依然先收留自己几天 自己也好保护他 就在这时 罗锋的手机响了 上面显示 来电的是三师姐 罗锋开心地接起电话 三师姐 你这么快就到了呀 电话那头传来声音 小峰 你在哪呢 我现在已经到你七师姐家了 但他说什么也不管你了 发生了什么 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找你 听到这话 看了看睡着的龙依然 罗锋沉默了 觉察到罗锋的犹豫 三师姐继续开口道 怎么了 你不会跟你对象在一起吧 罗锋吓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是不是 这样 我给你发个位置 一会儿见 罗锋所在的酒店二层 经营着一家酒吧 里面很是热闹 三师姐顺着罗锋给的地址找过来 刚一进门 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嘿 哥们 你看那边 真是正点 小风 你都长这么高了 而且身体也装饰了 大挺广众的 罗锋害羞了 三师姐 你不要再摸了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两人坐定后 三师姐开口询问 你到底做了什么 把顾雪念气成那样 原本挺和谐的氛围 却被一个不知好歹的普姓男打 美女 我请你喝一杯怎么样 三师姐冷眼转身 只给了两个字 滚开 这普姓男多少有点不识好歹 别急着拒绝啊 交个朋友 加个联系方式怎么样 或者你对这里的总统套房好奇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参观一下 话里话外都在展示着自己很有钱 三师姐已经忍不住想出手了 罗锋赶紧伸手拉住他 哥们 你快走吧 等下出事了就不好了 他深知自己三师姐已经发怒了 可这普姓男非但不走 还嘲讽起罗锋 这美女原来是跟你来的 我看美女可能只是一时想不开 话还没说完 被三师姐一巴掌扇飞了出去 这一巴掌力道之大 将一个成年男子扇飞了数米远 吓得罗锋在一旁不敢吱声 三师姐显然还没有解气 再敢对我家小风指手画脚 信不信我杀了你 普姓男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人都还没爬起来 嘴巴就已经闲不住了 臭娘们 给脸不要脸 你还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什么身份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在普姓男刚刚拿起酒瓶 准备冲向三师姐的时候 他背后的门开了 走进来一个丰衣男 你要别人看你什么 看你表演吗 简单的问话却显得气场失足 围观群众看到后纷纷惊呼 龙文强 是龙文强 龙城的地下皇帝 普姓男转头看了一眼 背下的话都说不来了 龙先生 我什么 迟迟没有说出来 龙文强没兴趣 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 不表演的话 就赶紧滚 听到龙文强的话 普姓男连滚带爬地跑开了 罗锋也没想到 好像招来了什么大人物 他对着三师姐说道 那个人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要过来了 果然 龙文强竟直来到了三师姐的身前 三师姐寸步不让 就这么看着他 谁能想到 下一刻 龙文强直接九十度鞠躬 在下作为龙城东道主 未能及时迎接 请大人原谅 一旁的罗锋金的嘴都喝不拢了 什么 三师姐 你们认识 三师姐其实也是刚刚才知道 他开口问道 你就是来接我的人 龙文强答道 是 此时他的心理活动十分丰富 上头让我小心恭敬地接待这个女人 他一定跟海外地下世界的 某位皇帝有关系 甚至很有可能 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位皇帝 龙文强的恭敬 在三师姐看来理所当然 他走过去拍了拍龙文强的肩膀 我不想这么高调 有小峰陪我就行了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去 龙文强起身 既然如此 小人先告退了 您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吩咐 三师姐头也不回地说了声 去吧 看着自己师姐的表现 罗锋感叹道 师姐 你好厉害呀 龙文强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这个小子能跑到他的欢心 一定也不简单 罗锋的三师姐 刚到酒吧 就吸引了不少男人的注意 其中不免有色欲熏心之人 忍不住上前骚扰 解决了一个普兴男之后 两人终于能好好交流了 三师姐开口 你现在住在哪里 今晚我跟你住 听到这话 罗锋连连摆手 不行啊 三师姐 要不你回七师姐那里去吧 看罗锋这表现 三师姐表情玩味 你这是什么反应 你屋里是不是藏了女人 老实交代 罗锋尬笑 怎么会呢 我就是觉得 三师姐周车劳顿 跟我住一起休息不好 任谁都能看出 这表情要多不自然 就有多不自然 听到罗锋这话 三师姐栖身上前 哎呦 你这意思是要折腾我一晚上 敢对我下手 小风你真的是长大了呢 呵呵 换作平时 罗锋肯定早就害羞的不行了 可现在他只有担心 如果让三师姐知道 自己和龙依然住在一起 而且自己和七师姐闹矛盾 也是因为龙依然 自己恐怕会被三师姐 扒下一层皮来 可三师姐并不给罗锋拒绝的机会 拉着罗锋的手就走 罗锋知道 自己完了 就这样 在三师姐的坚持之下 罗锋带着他到了 龙依然所在的楼层 很快 罗锋就找到了那个房间 看着罗锋一路上 微微缩缩的表现 三师姐开口问道 你不会是真的藏了女人吧 她的表情已经开始严重了 可事已至此 有什么办法呢 罗锋只能硬着头皮打开了房门 龙依然并没有看到门口的情况 但是有钥匙的 应该只有罗锋了 所以他开口询问 回来了 你刚才跑哪去了 听到这话 罗锋绷不住了 啊这 一整个完蛋 他身后的三师姐 已经杀气四溢了 坐起身来的龙依然 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开口询问 他是谁 罗锋集中生智 拉着龙依然的手 我是正经人 美女 你去隔壁找生意吧 龙依然一愣 不是 罗锋到底在说什么 根本来不及思考 龙依然已经被罗锋推到了门外 直到身处走廊 他还没搞清楚状况 罗锋迅速碰的一身关上门 对着三师姐说道 误会 都是误会 哈哈哈哈 三师姐一脸无语 你看我像白痴吗 门外的龙依然开始敲门 喂 罗锋 你神经病啊 快给我开门 罗锋强行解释 你看 他们连我的名字都查得到 肯定是这酒店的关系户 三师姐的表情逐渐危险 是吗 罗锋知道自己完了 门外龙依然还在大叫 罗锋 开门 三师姐则揪着罗锋的耳朵说道 你能耐了呀 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 而让你七师姐伤心 怎么 野花是比加花香是吧 罗锋哀嚎着说道 三师姐 手下留情啊 听我解释 就这样过去了半个小时 罗锋总算把经过全部说了一遍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七师姐是不想让我多管闲事 但是医者人心 龙依然是我的患者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听完罗锋的解释 三师姐也勉强接受了 不过就是个小小的龙家而已 七师妹确实多虑了 龙依然则是彻底无语了 罗锋这家伙 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罗锋 你给我开门 快点 你在做什么呢 这一次 门开了 不过开门的是三师姐 而和顾雪念闹翻了 你应该庆幸这是在华夏 再加上 你是我家小风的患者 不然我把你连同整个龙家 一起灭了 说完也不理会龙依然 从他身边走过 龙依然还迟迟没有回过神来 罗锋拉住了他的手 你没事吧 龙依然精神不定地回答 别告诉我 这个女人也是你的师姐 你到底有几个师姐 罗锋无奈叹气 她确实是我三师姐 其他的 你就别问了 接着 罗锋将她推到床上 你现在不能熬夜 赶紧睡觉 明天我去帮你抓点中药 加速你眼急痊愈 这时 龙依然害羞地说道 沙发会不会睡得不太舒服 你要是老实的话 这床其实也够大 罗锋直接把龙依然卷成个粽子 不用担心我 你还是多多担心你自己吧 龙依然扭扭捏捏地对罗锋说道 沙发会不会不舒服 你要是老实一点的话 这床也够大的 罗锋直接把她卷成个粽子 不用担心我 你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 随后罗锋欢快地跑向了自己的沙发 气得龙依然心中暗骂 笨蛋 直男 蠢货 第二天清晨 罗锋刚刚推门出去 就发现门口停了一辆豪车 车上正是他亲爱的七师姐 他对着罗锋说道 看什么看 上车 罗锋喜出望外 七师姐早 是不是三师姐 替我把你哄好了 顾雪念怎么会承认 他撇过头 我只是碰巧路过而已 你要去哪 罗锋回答 去药店抓药 顾雪念当即就不乐意了 给龙依然抓药 罗锋不要脸地挽上了 顾雪念的胳膊 我这不是想让他赶紧好了 我好跟七师姐回家吗 顾雪念虽然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但是并没有拒绝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风池电车之下 两人很快来到了一家秋氏大药房 罗锋惊叹 没想到 龙城之中 还有这么大的中草药铺子 顾雪念解释 没看见店名写的是秋氏吗 这是秋大师名下的产业之一 当然各种高大上 进店以后 罗锋对着店员说道 麻烦你按照这个药方 给我抓上三副 接着又抱住顾雪念的手臂 谢谢七师姐 带我来这么棒的药铺 一下子就都搞定了 被罗锋这么一抱 顾雪念不由地羞红了脸 羞不自胜的顾雪念甩开了罗锋 少废话 别忘了你刚才说的 赶紧治好它 然后跟我回家 罗锋故作震惊 静歌里说道 遵命 很快 罗锋要的东西 就被店员打包好了 两人出门之后 和一个奇怪的陌生人擦肩而过 罗锋顿时感觉到不对劲 疑惑地转过了头 顾雪念好奇地问道 小风 怎么了 下一秒 罗锋开口 这是什么味 难道是毒气 七师姐 快屏住呼吸 听到罗锋的话 顾雪念赶紧照做 就是心中有些疑惑 哪里有什么毒气啊 罗锋则是追了上去 叫住了胡子南 站住 胡子南转头 这小子是在叫自己 没有任何犹豫 他转身就跑 罗锋自然不会放过他 急忙跟上 为此 他甚至动用了神行步 胡子南大惊 什么 这小子竟然能追上我 他停了下来 好奇地问罗锋 你追我干什么 罗锋则是反问 你说我为什么追你 你为何要放毒 害我和世界 胡子南听得一脸茫然 放毒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说完转身就要走 事情没搞清楚 罗锋怎么会放他走 直接对他出手 胡子南也生气了 敢跟我动手 你在找死 反手甩出一道攻击 两人的攻击在空中产生剧烈的碰撞 却对双方都没有造成伤害 胡子南也没想到 这个小子竟然这么厉害 他开口道 你有点本事 你是谁 罗锋二话不说 上前抓住了胡子南的手臂 我是 你爷爷 说着就给胡子南来了的过肩摔 猝不及防之下 胡子南被罗锋甩出了倒栽葱的姿势 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感叹 真是好伸手 不过 我也没那么简单 他咧嘴一笑 竟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及时做出反应 双腿夹住罗锋的脖子 随后单手撑地 找到支点 核心猛然发力 中心之后安稳落地 胡子南似乎不准备纠缠 起身就准备离开 朋友 我还有事 没时间陪你多玩 有机会再见吧 可罗锋依旧不想放过他 想走 我答应了吗 旋即 他抬脚踢起碎石 动用了七大绝学之一的寒蝉旋御手 两只手快速舞动 拍在凌空而起的石子上 石子飞速射向胡子南 听到破风声 胡子南回头 发现近在咫尺的碎石 他心想 糟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他被罗锋拍出的石子击中 见状 罗锋得意一笑 这下子 你跑不掉了吧 看着胡子南背上升起的白烟 罗锋觉着应该没问题了 准备上前查看 可谁料 就在罗锋靠近的时候 胡子南猛然转身 对着罗锋迅速挥手 几个物件脱手而出 竟是罗锋刚刚拍出的石子 被他以牙还牙 送了回来 顾雪念口是心非地原谅了罗锋 还带着他去给龙艺员抓药 结果出来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 罗锋认定他在释放毒气 可他打了起来 却不想自己甩出的石子 被他以牙还牙送了回来 还好罗锋及时使用神行不躲开 那几个石子打在一边的建筑上 冒出丝丝白烟 要不是躲得快 罗锋身上怕是要开几个洞 罗锋接二连三地出手 胡子南也怒了 小子 我看你真的是在找死 罗锋大惊 你这家伙 又要放出毒气 听到这话 胡子南愣住了 所以 你觉得我周身的气是毒气 你这样的伸手 却不知道气是什么 罗锋一听也乱了 气是什么东西 胡子南又好气又好笑 平白打了一架 他开口道 那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武者 休得一下 胡子南来到罗锋身前 罗锋惊叹 好快 比我的神行不还快 胡子南可不理会 罗锋心里怎么想的 直接一拳挥了出去 罗锋深知 自己绝对躲不开这样的攻势 他双手交错身前 选择硬抗 砰的一下 即使摆出了防御架势 罗锋还是被打飞了出去 不受控制地 撞在一旁的电线杆上 给电线杆都撞变醒了 胡子南没想到 罗锋没有气 却能接住自己的攻击 他开口道 你是挺不错的 但是不会气的运用 你就只是一个弱鸡 我真的赶时间 你不要再救藏我了 罗锋挣扎着起身 心中思绪万千 刚才如果不是我用了三师姐的绝血 阴阳锁子甲来接他的拳 我这两条胳膊多半得废了 这时候 顾雪念姗姗来迟 你怎么样 追上他了吗 你怎么受伤了 罗锋说道 我没事 不过对于胡子南所说的起 罗锋十分在意 他询问顾雪念 七师姐 你知不知道气是什么 顾雪念听完也是一愣 箭 你不知道吗 师父没有告诉你吗 气起源于道家 是武者踏上更高层次的必要条件 拥有气 就能拥有更强的力量 越上更高的层次 咱们华夏的武道传承 虽然已经没落 但还有很多强大的隐秘家族 族中掌握气的武者越多 家族地位就越高 顾雪念一摊手 掌心也浮现了气 罗锋惊讶地问道 七师姐 你也有气 难道其他几个师姐也有 就我一个人没有 怪不得师父总说我天赋一般 原来是我一直没有掌握气吗 想到这 罗锋十分丧气 顾雪念捏着下巴 不如你跟我回去 问问我爷爷 罗锋当然答应 咱们现在就去 当天下午 故事山庄之中 罗锋当着顾老爷子的面 问出了关于气的问题 我今天遇到了使用气的武者 他施展气之前和之后的状态 完全不同 顾老爷子喝了口茶 缓缓说道 气 鞭鱼到家 道者通过盘做吐蜜 气过周天 让全身细胞维持力量饱和的状态 从而延年益寿 而武者频繁战斗 则是通过独特的呼吸法来驾驭气 罗锋听完一论 盘做吐蜜 师父从小就教我这样做了 说是为了修身养性 顾老爷子笑道 呵呵 那是为了开辟气海打基础 罗锋疑惑 原来如此 那为什么师父不教自己呢 顾老爷子一针见血 我估计 是怕你打架都很惹麻烦吧 罗锋尴尬地挠了挠头 自己好像确实一直在惹麻烦 不过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变强 罗锋当即起身恳求道 顾老 您能帮我忙 顾老没有拒绝 起身说道 可以 随我来吧 他进到房间 打开了书柜 你就用这套 连起龙虎山的自在呼吸法 来开辟气海吧 不同的呼吸法侧重不同 有的偏向强攻 有的偏向防御 有的偏向借自然之势 各有特色 这套自在呼吸法 秉承中庸之道 拱手兼备 用来给你开辟气海 最适合适 说着 顾老爷子将呼吸法 递给了罗锋 同时 他对着罗锋严肃叮嘱道 记住 呼吸法是无价之宝 你千万不能外传 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火 听顾老爷子说的那么正宗 罗锋开口问道 无价之宝就是这么一本破本的 被你随便放在书柜啊 顾老爷子笑呵呵地解释 大阴隐于世吗 罗锋这才知道 自己的七个师姐都掌握了气 唯独自己不知道 难怪师傅说自己是天赋最差的 为了解决罗锋的问题 顾雪念带着罗锋去找了自己的爷爷 顾老爷子十分爽利 带着罗锋挑好功法 最后直奔练功法 传授罗锋呼吸法 这一传就是整整一夜 关于呼吸法的要点 罗锋已经尽数知晓 至于什么时候能开辟气海 这就要看罗锋自己的天分了 罗锋走后 顾老爷子看向一旁说道 出来吧 让你等了一晚上 不过我可不打算道歉 毕竟这麻烦是你给我带来的 话音落下 胡子男走到顾老爷子身前 恭敬行礼 拜见顾老前辈 顾老爷子开口寒暄 你师父身体可还好 胡子男说道 挺好的 谢谢您的关心 顾老又说 你们龙虎山向来无视不登三宝殿 只说来一把 胡子男神色郑重地开口 十年前那个呼吸法的后人出现了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顾老大吃一惊 就在这龙城 证明自己的强大 顾老知晓后 平静地开口 你们想我怎么做 胡子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释放自己的气 想勾引他来杀我 但是他不上钩 所以请顾老 用您深植在龙城几十年的人脉眼线 帮我找到他 我要逮捕他 顾老开口 好 我答应你了 至于罗峰 我建议你和他处好关系 胡子男一愣 是那小子 天姿确实不错 不过为什么 顾老缓缓开口 因为罗峰 乃是天人合一的自治 假以时日 必然龙有九天 罗峰这边 并不知道顾老和胡子男说的 他还在专心致志地修炼呼吸法 慢慢地 他的丹田之处 开始有气在涌动 逐渐形成漩涡 关键时刻 他猛然睁眼 突破的时机已到 他大喝一声 嗨 轰的一声 他丹田处的漩涡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全身散发着强烈的气场 感受着全身涌动的力量 罗峰感慨 顺利地开辟气海了 实力上 确实有了质的飞跃 他再次抬手 手上凝聚着肉眼可见的气 原来这就是掌握气的感觉 这时 肚子开始抗议 罗峰这才意识到修炼了蛮久了 确实有点饿了 先去吃个饭 再把龙依然的药给送过去吧 当天晚上 罗峰来到了龙依然所在的酒店 龙依然用了罗峰的药之后 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眼睛居然这么快就好了 罗峰笑着说 看来你恢复的速度确实不错 恭喜了 龙依然由衷地感谢罗峰 如果不是他 自己已经被龙依然那个家伙侮辱了 估计也逃不了死亡的结果 罗峰没注意到龙依然的心思 见他已经没事了 开口说道 不客气 那我先走了 龙依然开口想要留下罗峰 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不行 我不能再依赖他了 接下来该讨回属于我的一切了 隔天清晨 一处不知名仓库之中 龙依然被捆得不能动弹 眼神惊恐地看着前方那摇草的身影 龙依然不敢有任何泄念 因为这是龙依然 他恢复此前那神采飞扬的姿态 他一口问道 龙依然 你说你是先饿死 还是可死 龙依然惊恐地说道 大小剑 给我个机会 可回应他的 是龙依然的高跟鞋 毫不留情地踩在他的脸上 不过龙依然给他的回答确实 那好啊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顾老独自一人来到了早茶茶餐厅 这家店的老板和顾老很熟 上前招呼道 顾老您又来了 单间给您留好了 还是老几啊 顾老笑呵呵地说道 一会儿多加几啊 麻烦你了 单间里只有顾老一人 独自吃着菜 吃着吃着 他突然抬头说道 来吧 我点的这些 够我们两个吃了 顾老话音落下 一个俊逸的长发青年进入了单间 顾老看着他 开口说道 你长大了 也变强了 长发青年喝了口茶 回答道 如果我不足够强大 就会像当年我爸那样惨死 顾老却说 当年你爸他仗着自创出的水流呼吸法 与一身强大的修为 杀戮成性 被追杀而死是自作自受 长发青年听到了这话 猛然捏碎茶杯 自作自受 武道界弱肉强食 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次 竟然是罗锋将顾雪念摁倒在床上 顾老爷子这边 长发少年开口 顾老 你曾经帮助过我吧 又受流教养过我 我今天出现就是想告诉你 您别再找我 也别掺和进来 顾老情绪激动 拍而起 小凯 当年你爸把你交给我 就是希望你能够脱离五道界 做一个普通人 他绝对不想看到 你沦为仇恨的奴隶 长发男子却转身离开 来不及了 从我当初从你身边逃走 找到他的水流呼吸法以后 我就没有选择了 小凯再次恳求您 求您不要插手 等到长发男子离开 顾老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场恩怨仇杀 何时才是个头啊 另一边 罗锋终于回到了七师姐家 现在的他只想好好睡一觉 可这时 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 小风 你终于回来了 床上是穿得十分清凉的顾雪念 已经等待罗锋两酒 罗锋略微吃惊 七师姐 你怎么睡在我房间里了 顾雪念没有回答 直接冲到罗锋身前对他说道 小风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罗锋好奇 什么决心 回应罗锋的 是一个满含深情的吻 罗锋一整个震惊住 忘记了做出反应 就这样 罗锋再度被顾雪念摁倒在床上 这一次 顾雪念直接用膝盖顶在他的胸口 防止他逃跑 罗锋赶紧大喊 等等 七师姐 顾雪念才不停手 他直接上手开始帮罗锋脱衣服 并对他说道 小风 这次不允许你再逃避 罗锋还在挣扎 等等 七师姐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睁开眼却发现顾雪念渲然欲气 你知道那天 你为了救龙依然而冲出家门 我有多担心吗 看着顾雪念楚楚可怜的姿态 罗锋沉默了 他其实一直以来 都知道七师姐对自己的心意 顾雪念说着说着 一时一动 躺在罗锋胸口 小风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你明明对我有感觉 为什么又一直要拒绝我 罗锋无奈 对着七师姐说道 我还有更长远 更艰难的目标要实现 我不能沉沦在儿女情长之中 顾雪念听完却说 我不用你在我身上沉沦什么 我只希望你不要忘了我好吗 顾雪念都说到这份上了 罗锋还怎么可能把持得住 他一个翻身和顾雪念对掉了位置 七师姐 你真的想好了吗 这让顾雪念十分满意 他满脸羞红地回答道 来吧小风 我早就准备好了 偏偏这个时候 罗锋的手机响了 顾雪念瞬间暴走 是哪个不开眼的 打扰老娘好事 顾雪念气急 谁打来的电话 挂掉 关机 可罗锋看到手机上面的显示 还是接起了电话 因为电话那头是警察 对面开口问道 你是罗锋吗 罗锋回答 我是 接着 电话里传出来的话 让罗锋感觉有点匪夷所思 这里是龙城分局 我们在长途车站 抓到一个违宪女性的老年人 他说你是他徒弟 你过来一趟吧 罗锋没想到 竟然是师父 顾雪念也听见了 感觉有点好奇 很快 两人就换好了衣服 来到了龙城派出所 刚进门就看到一个老人 坐在椅子上 一个眼镜美女 气呼呼地看着他 警察夹在中间很是无语 顾雪念和罗锋一看 还真是自己师父 赶紧上前询问 您好 我们是他的家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问清原因 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臭流氓 脑不死 罗锋师父不甘示弱 反驳道 你穿那么短的裙子 还坐没坐下 那裙子都快滑到肚子上去 你知不知道 边上有几个不老实的 正在偷拍你 罗锋疑惑地问道 然后呢 他师父继续说道 我就做一个好人 将他裙子往下拽了拽 顾雪念有点点无语 不过总体上来说 不是好事吗 怎么变成猥亵了呢 说到这个 罗锋师父又开始输出了 结果他就站了起来 问我干嘛扯他裙子 听到这 顾雪念以为 顾雪念罗锋听完 同事回头 您还干了什么 他们师父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看他那么生气 以为我多此一举了 于是就帮他把裙子 又给撩上去了 听完这操作 所有人直呼好家伙 眼镜美女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老头发现 公交车上 有人偷拍短裙少女 他就主动帮他 把裙子往下拉了一点 少女哪里知道什么情况 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对着老头问道 你干嘛撤我裙子 老头听这语气也不乐意了 当即就把他的裙子 又拉了上去 其他三人听到事情经过 人都傻了 好家伙 还能这么玩 难怪给人家少女气成这样 最后顾雪念 好不容易安抚好少女 这才将自己师父接出来 虽然但是 老头子还是气得不行 明明自己是好心 这大城市里的小姑娘 都穿成这样怎么行 罗锋尬笑着劝慰 好了好了 师父 你怎么来了 老头一下子把毛头指向临风 怎么 就准你在老七身边享福 老头子我就不行了 顾雪念笑着挽住师父的胳膊 行 当然行 一百万个行 走吧师父 老头子反手握住了罗锋的手腕 口中喊道 等等 他细细感受了一下 自己没有搞错 于是开口问道 小子 你怎么开辟气喊了 罗锋如实回答 是顾老帮我的 听到这话的老头子大怒 那老家伙 谁让他多此一举的 罗锋很是无语 师父 明明是你偏心 不教我呼吸法 老头子双手抱胸 还不是因为我了解你 你要是学会了 还不得尾巴翘上天去 给我四处惹事 不过看现在这个形势 你不会也不行了 无奈之下 老头子直接将一本秘笈 拍在罗锋的胸口 罗锋接过 看着秘笈封面的名字 奔雷 老头子对他说道 这套奔雷呼吸法十分霸道 是顶级的攻击戏 只适合你 一边说着 三人一边朝车上走去 上车以后 老头子还对罗锋说 你七个师姐都不会 你自己慢慢看吧 罗锋哪能不知道 自己师父什么德行 分明就是懒得教自己 顾雪念笑着打圆场 小锋 师父是觉得你天资聪颖 不用人教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老头子撇过了头 敷衍地说了句 有个老朋友 让我下山聚一聚 当天傍晚 在一个不知名酒店的会议室 一位先锋道鼓的少年 已经等候许久 胡子南一进来就开口说道 心童失书 可惜你长了这么一张 顶级流量小鲜肉的脸 却入了道门清修 心童白了他一眼 别说有的没吧 我只想尽心修行 胡子南走近 难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觉悟吗 心童却说 天人合一是我的枷锁 让我感到困惑和烦乱 不像你 李青山 你活得自在轻松 所以修为进展才如此迅速的吧 李青山被心童看得一愣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被看出来了 他哈哈哈哈地大笑道 我能有啥修为啊 不过就是我师父 也就是你师弟那老家伙逼着我学的 心童轻抚自己的胸口 无欲无求 正是道法自然 我的心里好像有些东西 阻碍了我的进展 李青山略作沉思 说出了自己的观念 是因为那个老疯子的徒弟罗峰吧 他跟你一样 也是天人合一的绝顶天才 师叔啊 你有没有觉察到 自己有好胜之心了 你本不该跟着老天师下山的 但你还是来了 听到这 心童开口询问 罗峰 他是个怎样的人 李青山笑道 他跟你的气质截然相反 但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天才 只是一晚 他就从一个连气是什么 都不知道的菜鸟 变成开辟了气海 可以气运全身的舞者 心童惊叹道 就一晚 随后心童陷入了深思 李青山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怎么了 感觉到压力了 回过神来的心童笑着回答 不 我觉得很开心 这一刻我似乎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了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原来是龙虎山的老天师到了 他笑着呼唤两人 青山 心童 两人赶忙回忆 语气中满是对老天师的尊敬 老天师笑着给两人介绍道 这两位就是老疯子 还有他的徒弟罗峰 他和林峰同为天人合一的自治 也是第一个让林峰害怕的男人 见到林峰的第一时间 他全身就散发出奇怪的气场 像是感觉到了命运的羁绊 他记起了曾经有人对自己说过 心童 总有一天 你的生命之中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而你也会成为另外一个他 阴阳抱原话五行 相生即相克 看着心童的表现 罗峰也是一脸的疑惑 随后 只见心童开口 你好 我叫心童 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可在罗峰这里 只感觉到头皮发麻 这个家伙 怎么看起来嘎嘎的 很快 老疯子看着会议室里的布置 开口问道 这不知什么意思 那八个老废物也要来开会 老天师笑着说 八老昨天已经到了 我们已经先开过会了 李青山接着说道 因为师父说您不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所以这么做的 老疯子缓缓开口 你师父了解我 那些无效社交能免则免 老疯子又转头看向心童 眼睛顿时一亮 太不错了这小子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如此修为 未来肯定会超越我们这些老东西 心童不由的心中一惊 不愧是老疯子前辈 仅仅只是一眼 就把我的修为看透了 老天师也笑着夸奖罗峰 这小子也不错 我听说他竟然一夜之间 就开辟了气海 罗峰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运气而已 老疯子一时兴起 要不让他们两个打一场 比试比试 老天师表示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先关注一下这个 偷我龙虎山阴阳呼吸法 的地下五道组织吧 老疯子顺势作假 所以这就是你航我下山的原因 老天师继续说道 这次他们行动的为首者之一 就是流水呼吸法的后人 小凯 叮铃铃 手机铃声响起 罗峰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三师姐打来的 罗峰开心地接起电话 三师姐 师父到龙城了 你在哪 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让罗峰脸色一变 嗨嗨 小峰 我中计了 快来救我 李青山也收到了八老传来的消息 龙城东郊的荒废庙堂 有气五者战斗 地下五道组织 又有行动了 老疯子当即起身 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屁孩导食 走 去看看 可任谁都能感受到 他和罗峰的怒火 老天师依旧和善地说道 辛苦老友陪我走一趟 与此同时 龙城东郊的荒废庙堂 小凯对着眼前的人说道 你把跟踪我的那些舞者 全部都杀掉了 只要打跑他们就可以了吧 而刀疤脸却对他说道 你太心软了 当年你父亲就是因为心软而惨死 小凯咬牙 我没有心软 只是那些人和我父亲的死 和我的复仇没有关系 刀疤脸冷哼一声 蠢祸 我们这些就是待余孽 是他们眼里不能存在的沙子 说着说着 两人感受到强大的气场逼近 刀疤脸不以为意地回头 恭迎两位舞到态度 似乎对这一切早有预料 转头只见 一红一黄两道闪烁着耀眼光芒的身影 电光火时间就来到了面前 等到他们站定之后 闪烁着红光的是老疯子 闪烁着黄光的则是老天师 小凯光是感受到他们的气势 就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老疯子和老天师吗 在他愣神的片刻 身后的庙大门打开 几道身影窜出 他们竟然敢对着眼前的两位说道 请赐教 老天师笑着说道 孩子们倒是挺热情的 老疯子冷哼一声 一群乌合之众 自作孽不可活 两人只是静静地站在那 就令人不由地心生恐惧 他们只能先出手 因为场中的那两个人出手的话 他们就没机会出手了 眼见他们动身 老疯子说道 找死 信手一挥 急尽霸道的气 直接打得他们身形俱灭 老天师则显得相对和善 金光一阵 老疯子撇撇嘴 凑老道 你还是手软 处处留情 而小凯全程都处于错愕之中 这次来的足足250人 竟然连一分钟都没有撑住 这两个人 是他根本夸不过的高山 这两个老头一分钟不到 就解决了250个人 吓得小凯合不拢嘴 这根本是他无法逾越的高山 可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 口中大喝一声 开 自身的气开始凝聚 然而下一刻 他傻了 好不容易凝炼的气 竟然全部散开了 老天师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 孩子收手吧 被仇恨支配的你 比傀儡还要可怜 接着老天师的手 轻拍在小凯肩膀上 小凯忍不住惨叫出声 全身的气被散了得干净 巨大的压力迫使他跪下 刀疤男依旧满不在意 还赞赏地拍手 不愧是奔雷呼吸法 我都忍不住要跪下了 那就不用忍了 跪下吧 话音刚落 老疯子出现在刀疤脸的身前 一直点在他的胸口 刀疤脸切实感受到了 老疯子缓缓走到他的身前 开口说道 有疑言吗 刀疤脸愤恨地说道 五道戒本就是强者为尊 适者生存 可你们却自诩正义 弄出什么秩序来 粉饰自己逞凶的恶行 老疯子根本无所谓 他怎么评价自己 收到你的疑言了 可以去死了吧 红色的气开始在老疯子 指尖凝聚 可刀疤脸并不害怕 反而有点疯狂 只要你杀我 二十年前的秘密 就会立刻攻之于众 老疯子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 气息不由地为之一顿 你什么意思 老天使也走了过来 笨住了老疯子的手 老友 你先等等 接着老天使转头 对刀疤脸说道 看来你一直在等我们 你的目的是什么 刀疤脸强撑着缓缓起身 我想让二位太斗看看 当年牺牲众多营造的和平 是一个多么可笑的骗局 听到刀疤脸的说法 老天使确信 这个人知道当年的事情 他开口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一边 不少青年正在森林中搜寻着 李青山给罗锋和星童介绍道 这里大部分是八老的人 看见星童的到来 不少人立刻围了上来 那是星童 他怎么来了 听说他很强 有人反驳 不是听说 他就是很强 不远处的双马尾子发少女也看见了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自言自语道 有意思 罗锋有点好奇地问道 星童 他们怎么看起来对你很有敌意啊 星童笑了 这很正常 因为我太强了 这话让罗锋很无语 这家伙不仅gay的 还很会装 李青山出面 对着八老的人说道 这次行动危险 目前还不知道对方组织的全部资料 以防万一 咱们分成九个小队 仔细走索这片老林子 说是这么说 李青山的真实想法是 八老肯定各自一对 剩下罗锋心童这些没组织的 我可以集中看管 这么一看 我简直像个幼儿园班主任 李青山被自己的想法给整无语了 双马尾子发少女 笑着来到几人身前说道 心童 我能跟你们一对吗 九岁 鬼气竞巅峰 我爷爷是八老之一的奎文山 怎么样 合格吗 罗锋对这些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听着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于是答应了下来 真不错呀 一起走吧 于是 罗锋四人成了一对 顺着一个方向开始搜索老林子 其实对于这次行动 罗锋根本就没太在意 毕竟自己师父和老天师都出手了 肯定不会有问题 可子发少女却凑近了说 所以真正的危险是什么 你知道了吗 罗锋一听 什么 真正的危险 子发少女给罗锋解释道 八老势力齐聚 表面上是为了铲除 地下五道组织 其实是要抢夺阴阳呼吸法 毕竟这可是龙虎山的不传之命 谁不想借来学习学习 至于还不还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 双马尾少女接着说 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 你这个七大绝学的传人也出现了 你猜他们想不想从你身上 谢点绝学呢 他身为八老的孙女 却主动接近罗锋 还告诉了罗锋 现在真正危险的 恐怕是你了 你身怀七大绝学 你猜他们会不会对你有想法 罗锋毫不在意 反而对着少女问道 所以你也想要七大绝学吗 少女转过头 我对这些绝学啊 呼吸法呀没兴趣 我只对她有兴趣 说完 她含情默默地看着 走在前面的星童 罗锋大惊 什么 你喜欢星童 可是她不是个道士吗 少女双手抱胸 星童只是龙虎山的挂名婢子 她迟早会离开龙虎山的 而且就算道士 也是可以娶老婆生孩子的呀 说起来 还有那个李青山 表面上是龙虎山脚下 十三前辈身边一个跑腿的 但没那么简单 听到这 罗锋又来了兴趣 怎么说 少女倒是坦率 也没有卖关子 而是说道 如果说星童是龙虎山顶的闪耀之心 那李青山就是龙虎山脚下的震山之石 所以你不用怕 只要星童和李青山在 就没人敢动你 少女对此显然十分自信 然而事实总是出人意料的 一行四人走了好久 周边地形变得越发空旷 仍旧毫无动静 李青山感觉到有点疑惑 这里就是巴老给我的 荒废尿堂的位置啊 怎么 不对 李青山顿时意识到 这里是陷阱 只可惜 他们已经身陷包围圈了 一柄匕首朝着罗锋飞射而出 少女顿时感应到有危险 一把将罗锋推开 匕首几乎贴着凌峰的胸膛飞搏 没入一旁的地上 不过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一个人影瞬间出现在罗锋身后 朝着罗锋挥舞匕首 不过他小看了罗锋 只见罗锋反应迅速 动用了寒蝉旋御手 徒手接住了他的武器 随即飞起一脚 直中来人腹部 口中大喝一声 滚 将他踢出老远 匕首男也不简单 挨的这一脚并没有失去重心 反而借力后跳 拉开了距离 稳住身形之后 他冷冷一笑 有两下子 罗锋表现出来的实力 并没有被他放在心上 不过他也没打算单打独斗 刷刷刷几人出现 将罗锋几人围在中间 看着包围自己的六人 李青山的神色冷了下来 你们是地下五道组织的人 怎么会知道这个坐标 匕首男开口回答 高科技也是会骗人的 另一个比较暴躁的同伙 直接冲了出去 不用跟他们解释 动手 他的目标正是罗锋 面对袭来的一掌 罗锋第一时间采用了神行步 拉开双方之间的距离 然而 在罗锋的退路上 斗力老头现身 让罗锋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斗力老头的指甲很长 显然是配合武学专门流的 心童已经祭出了阴阳呼吸法 双掌前推 一个八卦逐渐成型 斗力老头回过头来 感叹一声好小子 这一招的气势来看 自己必须小心应对 他调转身形 想躲肯定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直接选择应接 下一刻就被心童击飞了出去 他心中大惊 怎么可能 就算打娘胎开始修炼 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 这时候 傻子都看出来 这行人的主要目标是罗锋了 斗力老头被拦下后 长发玉姐又盯上了罗锋 李青山主动拦在罗锋身前 别愣着 快走 接着气场全开 将罗锋护住 两个从身后突袭的人 直接被弹开 长发玉姐也一时难以接近 随后李青山主动出击 一击凌厉的后蹬腿踢出 却被长发玉姐躲开 嗖的一下 他又潇洒落地 来到了李青山的身后 对他来说 李青山什么的根本不重要 真正的目标还是罗锋 他一个加速猛冲 来到了罗锋的身前 咻 少女挡在罗锋身前 替罗锋挡下了这一击 罗锋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什么鬼啊 这些人 原来都是冲着我来的 眼看一时拿不下罗锋 匕首男拿出一个手机 小子 认识这个手机吗 罗锋看完大惊 三师姐的手机 怎么会在你们手上 和少女对线的长发玉姐 还有空调侃 看来那个怪物女 和你关系不错呀 她杀了我们不少人 但还是输了 双马尾少女正为了罗锋 和长发玉姐站坐一团 罗锋表示 我可没那么傻 就你们这些不入流的货色 也能拿下我三师姐 匕首男转身就离开了 信不信有你 如果你不想让他死的话 就赶紧跟上来 李青山有心前往罗锋身边 却被地下五道组织的人缠住 无法脱身 只能大喊 罗锋别去 他就是故意要引走你 虽然先前罗锋中的很是冷静 心里有多慌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不可能不管他的三师姐 当即跟上了匕首男的脚步 星童连忙开口大喊 罗锋 然后罗锋连头都没回 星童正欲追上去 斗笠老头又找了过来 这让星童很是恼火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同类 千万不能让罗锋出事 只见斗笠老头双臂交错 朝着星童挥下 可却抓了个空 他顿时意识到不好 转头朝着身后看去 星童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这一次 星童下手很重 一脚踹在斗笠老头背上 扑通一声 斗笠老头倒地之后 就没有再能站起来 李青山敏锐地注意到了星童这边 他开口大喊 师叔 你快去追罗锋 听完 星童也没有犹豫 他相信李青山的实力 就算打不赢 也应该能跑掉 于是转身朝着罗锋追去 罗锋这边 紧紧地跟在匕首男后面 不过他自己清楚 自己就算使用了神行步 也追不上匕首男 而且他好像故意放慢了速度 生怕自己跟丢了 追逐了这么长时间 罗锋也慢慢冷静下来 这个家伙的境界明显不低 自己能是他的对手吗 可是三师姐在他们手上 自己绝不可能退缩 不行 无论如何 自己都要确认三师姐的安危 察觉到林峰的速度变慢 匕首男也停了下来 他不懈地对着罗锋说道 怎么了小子 你难道怕了 准备放弃你口中的三师姐 罗锋没有回答 而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奔雷呼吸法运转之下 罗锋整个人蓝芒闪烁 叙事完成之后 罗锋毫无征兆地直接发动攻击 匕首男也没想到 就罗锋这个境界 竟然会主动对自己发动攻击 双臂交错在身前 试图抵挡罗锋的攻击 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他看不起的罗锋 竟然硬生生一脚将他踹飞 巨大的力量之下 匕首男砸在一旁的树上 他心中满是不可置信 我堂堂虎泊出漆 竟然被一个鬼气出漆的小屁孩破防了 不对 感受着身上的伤势 匕首男深知 这已经不是破防那么简单了 而罗锋这边 这是他第一次动用呼吸法作战 只用了奔雷呼吸法的第一层 就已经消耗了不少 平复了气息 罗锋冷声开口质问道 你打算引我去哪里 我三师姐到底在哪 匕首男不屑一笑 我不是说了吗 他被我们抓住了 如此情形 他依旧有着自己的底气 虽然因为不放心 罗锋追了过来 可他始终相信 这些人绝对奈何不了自己的世界 匕首男一笑 那你猜 我们有没有做真的高手呢 可是说完这句话后 匕首男脸色大变 肉眼可见的开始慌了 他们的老大 已经失去了意识 像条死狗一样 被扔在他的身前 一个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男人 来到了罗锋身后 感觉到一样的罗锋第一时间回头 却发现来人自己认识 散发着恐怖威压的男子 开口说道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 弱得不像话的儿子 你叫什么名字 罗锋没有回答他 此时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愤怒之中 对着来人说道 果然是你 这个男人是传说中的地表最强生物 因为他 罗锋从小受尽母亲的冷落 最后被迫离开了家族 就是他夺走了母亲全部的爱 也夺走了罗锋的尊严 匕首男还搞不清楚状况 竟然敢开口说话 你是什么人 我们老大是你杀的 罗锋的父亲开口 这个垃圾 他的眼神让我很不喜欢 所以我就把他拍死了 匕首男很难接受这个情况 他不可置信地询问 他可是虎珀巅峰的强者 你就给拍死了 罗锋父亲开口 你不相信吗 我讨厌被质疑的感觉 话音落下 他随手甩出一道攻击 扑呲一声 匕首男直接脑袋搬架 因为不喜欢被质疑 这个男人直接打爆了 别人的狗头 鲜血在罗锋面前飞溅 他不由得发自内心的感叹 他真的是太强了 接着 这个男人转过头 看向罗锋 你继承了我的血脉 而且 你恨我 如此情况下 罗锋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直接表态 我恨不得马上杀了你 跟雷呼吸法 开始自发地运转起来 男人看在眼中 开口说道 水之气 你也继承了 那个没用的女人的血脉了 成了个血脉杂种 听到这话 罗锋更加怒不可遏 闭嘴 我不许你侮辱我的母亲 极度暴怒之下 罗锋率先动手 身形一闪而逝 来到了那个男人面前 你给我死 然而男人根本就没打算动他 任由罗锋狂风暴雨般的拳头 打在身上 他还是一脸的弹人 罗锋的攻击 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感觉到有点无趣了 男人一指弹出 罗锋直接被击退 被他轻描淡写的一指击退 并且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他的一指 远不止击退罗锋而已 强烈的气扩散开来 罗锋在空中被击飞好远 随后无力地跌落在地 依旧满眼愤恨地看着这个男人 男人来到罗锋身前 抓着他的领子将他拎起来 你真是太弱了 弱得让人失望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 却直中罗锋心砍 说完 男人反手一掌 将罗锋拍了出去 罗锋毫无抵抗之力 被砸在后面的树上 不过罗锋身怀的血脉 确实不一般 如此打击之下 依然拥有战斗力 他的思绪开始暴走 满脑子都是杀了那个男人 眼睛开始布满血丝 男人健壮并没有放在心上 看来你还不会驾驭我的血脉之力 真是个废物 他上前掐住罗锋的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只见罗锋的身上 诡异纹路不断浮现 男人开口 给我把刺青都逼出来 否则 我会杀了你的母亲 会杀了你认识的所有人 突然 这个男人想到了什么 他将罗锋一把摔在地上 对了 他应该是你很重要的人吧 说着 男人不知从何处 将罗锋的三师姐拉了出来 看到昏迷不醒的三师姐 罗锋心脏顿时漏了一排 三师姐怎么了 这个男人要对三师姐做什么 看到罗锋的表现 男人更加笃定自己的猜测没错 他一只手抓着三师姐的头 周身的气开始涌动 仿佛下一刻就会捏爆三师姐的头 看到这一幕的罗锋瞬间暴走 给我放开他 放开他 身上血色刺青不断蔓延开来 就算是男人 也看得瞳孔一缩 自己的儿子 似乎远比自己想象的要离谱 很快 他又开怀大笑 没想到竟然会这么顺利 他信手将三师姐扔在罗锋面前 记住这个愤怒的状态 这才是我的血脉之力 你已经初步觉醒了 可此时的罗锋 哪里还听得进去 他满脑子想要杀了眼前的人 血色刺青 已经开始蔓延到脸上 在血脉之力的加持之下 罗锋修得一下窜了出去 只是眨眼间 就来到了男人的身前 一拳轰了出去 正中男人面旁 然而这一拳下来 男人依旧毫发无伤 反倒是罗锋自己的拳头 变得伤痕累累 又是轻描淡写的一挥手 就像是拍苍蝇一样 男人说道 跑了亲子互动到此为止了 罗锋一路飞出去 撞断了不少棵粗壮的老树 最后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这一下 显然让他吃够苦头 罗锋没了动静之后 男人开口 他叫什么名字 银发少年瞬间现身 单膝跪地说道 罗锋从始至终 他都在附近 男人的脸色冷了下来 我是说 那个女人给他的名字 他的真名 突如其来的压力 吓得银发少年一颤 他赶忙开口 帝无双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 男人转身离开 帝无双 希望他未来真的能做到举世无双 但他现在 太弱了 你要帮我开发 那属于我的血脉 懂吗 银发少年恭敬英式 男人瞬间化作一道黑影消失 而昏迷的罗锋 亦是来到了一处 极为奇幻的地方 在这里 他找到了一束 极其耀眼的光 顺着光线找去 自己的师父 和几位师姐逆光而来 罗锋欣喜地上前 那个男人却凭空出现 只是一挥手 师父和师姐 瞬间消失在眼前 罗锋疯狂大喊 不 男人却转头冷笑 你这个弱者 没有守护的能力 不配拥有光明 罗锋的师父 和师姐逆光而来 指引着罗锋的方向 然而那个男人 突兀地出现 拦在罗锋身前 只是信手一挥 罗锋的师父 和师姐消失无踪 罗锋绝望大喊 不要 男人只是轻蔑一笑 弱者不配拥有光明 强烈的情绪刺激 让罗锋从昏迷之中醒来 刚想起身 却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太对劲 按照之前的受伤程度 自己恐怕想动弹都难 可现在 罗锋却感觉 自己似乎还有一战之力 就是外表看起来 还略显憔悴 银发少年默默出现 开口说道 这是地势血脉的特性 不用紧张 你很快就会恢复的 罗锋转头询问 刚才你都看到了 银发少年认真的说道 是的 即便你已经能够使用地势血脉一劫 但是面对它 依然毫无还手之力 罗锋挣扎起身 看来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啊 银发少年倒是略感惊奇 我还以为这一战之后 你会受到打击 一蹶不振 罗锋却说道 只有那些天生站在世界巅峰的家伙 才有被打击到一蹶不振的空间 像我这种没有天赋的废物 从小就在泥坑里混 抗打击能力很强的 不然早就活不下去了 而银发少年却在感叹 真不愧是地势血脉 罗锋的恢复能力太惊人了 罗锋来到自己三师姐身边 将他拦腰抱起 我会努力 至少我想保护好这些重要的人 远去的罗锋并不知道 银发少年早已看出 他其实已经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不过同样的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挑战 在等待着罗锋 抱着三师姐往回走的罗锋 刚走没多久 就遇到了姗姗来迟的心童 看见罗锋的第一时间 心童也是被罗锋的状态惊到 罗锋 你的身体怎么 罗锋说道 我没事 这里不安全 我们赶紧离开吧 见罗锋不愿意多说 心童也就没有多问 而是对凌峰说道 放心吧 我们已经把局面给稳住了 罗锋没忍住笑出了声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才不安全 明白吗 心童一下子愣是没听懂 罗锋反问 为什么我们到达的坐标 是敌人的圈套 心童略作思考 然后开口 因为他们用了其他的科技设备干扰 修改了李青山的定位追踪 罗锋又问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 我们肯定会前往坐标位置的 顺着罗锋的引导 心童继续思考 突然 他灵光一闪 想到了关键 难道是 罗锋自信一笑 没错 就是有内鬼 就在这时 他们的周遭接连不断地有动静传来 刷的一下 一个白毛老头出现在心童的身后 心童虽然没有往后看 但早已心有所感 白毛老头的攻击落下 射击范围相当广泛 罗锋和心童不得不远远跳开 规避这波攻势 躲开以后 罗锋笑着对心童说 你看 说内鬼 内鬼就来了 烟尘缓缓散去 白毛老头的声音传来 反应倒是挺快的 两个小出声 等到烟尘完全散去 白毛老头的身影出现 正是八老之一的蔡家家主 蔡老 心童做梦也想不到 蔡老竟然会对自己发动攻击 尽管知道了真相 他还是不免开口问道 蔡老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蔡老双手插腰 得意地笑着 身后又出现了几个人的声音 面对心童的质疑 他开口道 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 而且等你们死了 就没人知道我做了什么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心童也认清形势了 他对着罗锋说道 你身体有样 退后 我来对付他们 随即开始运转阴阳呼吸法 罗锋转身就走 并非不讲义气 只是他在这里 反而成了累赘 更何况三师姐还在昏迷不醒 可蔡家的人精心谋划那么久 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罗锋逃跑 一群人立刻追了上去 心童这边 只剩下了蔡老一人 可危险程度更剩罗锋那边 只见蔡老自信地说道 能在这里拔除 龙虎山第一天才 稳固我蔡家未来的地位 都是一件美事 蔡老虽强 心童还有一战之力 可罗锋这边 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他很快就被身后的人追上 一个人甚至已经来到了 罗锋身后 挥拳准备进攻 罗锋的三师姐昏迷不醒 罗锋自己 又被那冷漠的父亲 打得深受重伤 如今再度面临追杀 罗锋只能选择逃跑 奈何抱着三师姐 罗锋根本跑不快 找准机会回身一鸣 劈飞了第一个追上自己的人 随后一个闪躲 又避开了另一个人的攻击 但是双拳难敌四十 还是被从身后偷袭 攻击正中罗锋脑袋 这一击力道之大 使得罗锋身子一软 怀中的三师姐跌落在地 眼见罗锋失去了战斗力 蔡家的四人围了上来 蔡老之孙蔡烈开口说道 小子 挣扎是徒劳的 要怪就怪你锋芒太胜了 下辈子记得不要太嚣张 说完 蔡烈一脚踢在三师姐身上 再度开口 这女的一会儿带走 给兄弟们好好享受享受 听到这话 罗锋瞬间抱起 你瘫的 结果又被蔡烈一脚踩趴下 告诉我奔雷呼吸法 有七大绝血 我可以让你死 痛快血 罗锋转过头冷冷一笑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有命血吗 上一秒蔡烈还在疑惑 罗锋拿来的底气正嚣张 下一秒 汹涌的杀气震慑的他头皮发麻 感觉到不对劲的他往然转动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整个人不受控制的抛飞出去 原来是三师姐已经醒了 周身环绕了血泡四肋气 鸡飞菜裂后 他来到罗锋身边 小凤 我睡了多久了 罗锋无奈笑道 三师姐 这下麻烦了 绝对不能留活口 于是三人一起上 可三师姐是何等人 轻蔑地说道 一群废物 也敢动物失地 随即开始爆气 刷的一下 冲在最前面的人被掐住了脖子 紧随其后的那个人也没能幸免 三师姐的双手猛然发力 两个人瞬间没了动静 剩下的那个蔡家人都看傻眼了 龙颠的气息 他竟然是龙颠的气舞者 这怎么可能 然而没有人告诉他答案 三师姐转身一巴掌 他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爆炸 想问也只能问阎王 最开始被拍飞的蔡烈人傻了 自己刚才还踢了他一脚 还说要让兄弟们享受 现在他吓得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 看着三师姐杀气腾腾地走来 蔡烈哭爹喊娘 爷爷爷爷 救救我 听见了蔡烈的呼唤 蔡老从天而降 拦在三师姐身前 住手 谁敢动我孙子 见自己爷爷来了 蔡烈总算有了点胆气 来到蔡烈耳边告状 别人都被他打死了 爷爷 快杀了他 三师姐直爆脾气 下一刻 两人拉开距离 身上的气开始涌动 进入了对峙状态 一旁的心徒偷偷地摸了管 他发现 这是罗峰怀里的那个女人 现在已经醒了 没想到这么厉害 蔡老也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女人不简单 他开口说道 你收招吧 三师姐怎么肯 屁话 我要先收你们的命 看到三师姐这么不给面子 蔡老大喝一声 放肆 随即摆出架势 一只猛 在他背后生腾而起 接着蔡老双手前推 澎湖仿佛活过来一般 弄向了三师姐 三师姐只能双臂交叉 勉强招架 还是被这一招击飞 罗峰赶紧跑过来 三师姐 你刚刚恢复意识 不是他的对手 不要勉强 可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蔡老怎么会留手 凝聚必杀一击 冲到罗峰和三师姐身前 危机时刻 一声呵斥传来 你敢 同时一吼一律两道气 越过罗峰和三师姐 冲向蔡老 蔡老心中一惊 抬口问道 是谁 慕容小小的身影显现 白霜凤开口 老东西 你敢动我的师弟和师妹 是想死吗 慕容小小则赶紧跑向罗峰这边 小峰 三师妹 你们两个怎么样了 蔡老一天对震惊发本 又是两个龙边的高手 这都是老峰子的徒弟吗